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去计税的问题 对吧 实际上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应纳税索得额怎么算的 有了应纳税索得额直接套公式就可以得到它的什么应纳税额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综合索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部分内容实际上非常简单了 在我们之前的基础之上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纳税 这句话讲的呢就是让人很费解 如果说人话的话就是我括号里面告诉大家的 讲的什么事呢就是预缴税款的事 因为我们之前跟他讲过啊 个人所得税 你像工资薪金劳务报酬 搞酬退卷使用费 它是有一个什么预扣预缴的问题的 对吧 就是我们在今年拿到你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的时候 我要首先进行预扣预缴 把预扣预缴的税额交上去之后 到了明年 我们把四种劳动性质的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之后 要怎么样 要算总账 对吧 看看你到底应该交多少税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年度汇算 汇算清缴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综合所得应当税额的计算 本质上针对的是那个汇算清缴应该交多少税 但是我们之前交了多少税呢 就预扣预缴这个阶段交了多少税呢 就在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这块实际上是我们这一部分接下来要讲的重点 我们要讲清楚 我们刚才强调的这几种劳动性质的综合所得 他们到底是怎么预扣预缴税的 对吧 而你会发现工资、薪金、劳务、报酬、搞酬、退缺、使用费 各有各的特色 对吧 这就是一个重点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看到第三个关于经营所得 对吧 到了分类所得里边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经营所得 各地工商户啊 个人独资企业啊 合伙企业啊 对吧 那么它的应拿税额怎么去计算 第四个呢 就关于财产租赁 比如说租车、租房 对吧 财产租赁所得应拿税额怎么计算 第五个 财产转让所得我卖车、卖房 对吧 财产转让、卖股权等等 如何计算应拿税额 最后一个呢 就是利息股息红利 以及偶然所得应拿税额的计算 非常简单 对吧 放在最后啊 这是我们在这个部分里边 应拿税额计算 从六个方面展开 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问题 关于综合所得应拿税额的计算 关于这个部分呢 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讲的 我们的基础打好了之后啊 你只要能够搞清楚 你的应拿税所得额 那么事儿非常简单 就说白了 你的应拿税额怎么算 就是用你的应拿税所得额 去找你的适用税率啊 对吧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税率表 对吧 找到你的适用税率 减掉相应的什么 速算扣除数就结束了 因为它是契机超额累进嘛 对吧 然后会存在一个速算扣除数的问题 直接把它套进去 就完事了 而这个地方的全年应拿税所得额 怎么来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就是全年收入额 减掉六万 这是免征额 对吧 减掉专项扣除 就是三险一金 减掉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 包括子女教育啊 善业老人啊 对吧 积蓄教育啊等等 你有什么你就扣什么 对吧 然后减掉允许享受的其他扣除 比如说个人养老金啊 对吧 比如说补充养老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 善业养老险啊 善业健康险啊等等 到了你的应拿税所得额 套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居民个人综合所的应拿税额的计算 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在前边这一步 这一步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做更多的展开了 啊 你就知道我们的四项综合所的合并之后 我们的计税就按这个方法来计 很简单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 第二个 全员全额扣脚申报纳税 也就是所谓的预扣预脚这个阶段 到底是怎么计税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 预扣税款的这个范围啊 我们首先界定一下这个概念 扣脚义务人是指向个人支付所得的那些单位 或者个人 对吧 谁给你钱了 对吧 给你支付所得的那个单位或者个人 就是所谓的扣脚义务人啊 那么实行个人所得税 全员全额扣脚申报的应税所得会包括哪些呢 也就是说哪些所得是存在一个预扣预脚 完了之后第二年可能还会需要汇算轻脚 也可能不需要汇算轻脚 但是在一开始也要帮你做什么 做扣脚的 对吧 它就不是一个预扣预脚 而是帮你代扣代脚的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把预扣预脚跟代扣代脚 怎么样放在一起来说了 就哪些东西需要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工资金金所得 对吧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退权使用费所得 这四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劳动性质的综合所得 对不对 功劳考特 放在这 这个没有问题 需要预扣预脚 然后第二年做年度汇算 汇算轻脚 多退少补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利息股息 红帝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那也是会存在着我们这个地方扣脚申报的问题 对吧 包括偶然所得是一定要帮你代扣代脚的 对吧 就你中奖了 对吧 拿到了一百万的奖金 彩票中奖了 百分之二十 人家在给你支付奖金之前 就要把这个税怎么样 扣脚上去 代扣代脚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不实行所谓的扣脚的 只有一个就是经营所得 经营所得是自己去做什么 年度汇算就完事了 对吧 经营所得自己去做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不包括经营所得 但是呢 没那么重要啊 你主要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前边的工资金金 劳务报酬 搞出退休收费 他们怎么去预扣一脚 然后到了第二年 要做汇算清脚 主要就是关注这个问题 扣脚诱人应当依法办理 全员全额的扣脚申报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不同项目所得的扣脚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来扣脚的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工资金金 工资金金用的扣脚办法 叫什么呢 叫做累计预扣法 我们来看一下 就扣脚义务人 向居民个人去支付工资 薪金金所得的时候 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 来计算预扣税款 要按照累计预扣法来做 我们待会马上就要解释 累计预扣法 对吧 看起来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一个词 但实际上很简单 它的逻辑非常简单 那么按照累计预扣税款 并且按月去办理扣脚申报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 在领到工资的时候 那么你的单位 你们的财务就要帮你 按照累计预扣法 先去把该预扣预缴的 个人所得税怎么样 扣脚下来 然后交给税务局 对吧 他要帮你预扣预缴的 你拿到的是税后的工资信金 当然这个扣脚呢 跟你第二年按算总账 应该缴拿的个人所得税 可能会有出入 所以你需要做年度汇算 汇算清缴 多退稍补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的基本方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居民个人取得了全年一次性奖金 就如果你拿到的是什么 年终奖 或者是所谓的半年奖 季度奖 加班奖 先进奖 考金奖 等各种名目凡多的奖金的时候 注意 也应当与你的工资 薪金收入怎么样 合并 按照税法的规定 来进行缴纳 或者说扣缴 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 你发的各种各样 名目凡多的奖金 都是要并入当月 工资 薪金 然后来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点 就是关于所谓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 就是传说中的年终奖 对吧 年终奖 我们有一个括弧 叫做 也可选择单独计税 说白了 我们是针对年终奖 给予了什么 特殊性的税收优惠 对吧 我在之前入门偏天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过这个事情 然后到了基础班的时候 我还要更加详细跟大家讲 然后我们在横考点的时候 我们后边会跟大家讲到 全年一次性奖金 我们的单独计税 怎么计税 但是呢 考虑到这个难度啊 就是理解的难度有点高 我在这个地方 不做特别多的详细的展开 就是告诉你 他应该怎么算税就完事了 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什么呢 他既可以选择并入当月工资薪金 也可以选择单独计税 当然这个优惠呢 目前来看是执行到明年年底 那么后边还能不能做呀 按照格老师的建议 肯定是不能做的 后边我会给你解释啊 就是明年我们讲基础班 会给你解释 年终讲他的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要给税收优惠 又为什么不应该给 对吧 给的是税收优惠 为什么只能是阶段性的 对吧 短期内用一下就完事了 就是哄着大家 那我们现在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选择单独 也可以选择合并 强调一下就行了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他的一个基本规定 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理解 累积于扣法 累积于扣法是指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官方给的定义啊 是指扣交易务人啊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预扣预缴税款的时候 以纳税人在本单位 截至当前 关键词就在什么呢 截至当前 他算的一个什么 就是从年初一直累计 到当前月份的一个累计收入 为什么叫累计预扣法呢 就这个累计你要理解好 对吧 就截至当前月份的工资薪金 所得累计收入 先算一个累计收入 然后减除累计的免税收入 这里边可能有免税的 不需要征税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物餐补助 他免税 对吧 我们不需要征税的 我给你拿掉的 对吧 不在这里边征税的 我给你拿掉的啊 减除累计的免税收入 或者累计的减除费用 对吧 我们应该减除的那个 基本费用的免征额是多少 六万块钱吗 对不对 六万块钱是针对一年的呀 但是你每个月摊下来 是每个月五千啊 那么这个五千 一月份是五千 到了二月份就是两个五千 加到一起就是一万 对吧 到了三月份就是一万五啊 能理解吧 累计减除费用就截止到这个月 累计每个月有五千的话 应该减除多少费用啊 然后累计的专项扣除 同样的道理 三险一金 比如说每个月交两千块钱的三险一金 一月份两千 到了二月份就 截止到二月份就变四千 对吧 到了三月份 截止三月份 我们就是累计多少 六千 就这个概念 对吧 然后累计专项附加扣除 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 每个月也有个三千块钱 对吧 那么这三千块钱也是一样的 一月份三千 到了二月份就变成六千了 到了三月份变成九千了 对吧 累计的专项附加扣除 和累计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之后的什么 余额 就说白了 累计的收入减掉 累计的扣除 减完了之后就能得到 累计预扣预缴 应纳税的什么东西啊 所得额 对不对 就截止到这个月 算出来的累计的 应该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 没有意思吧 得到了这个累计的 应纳税所得额之后 去适用居民个人的 工资薪金所得的 预扣预缴的那个率表 对吧 预扣预缴率表呢 跟前面综合所得税率表的 年度税率表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那个税率表 这个地方就不再展现了 对吧 跟综合所得 3%到45%的 七级烧额累计的 年度税率表完全一样 就按照那个表 我们来计算累计的 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那么就把截止到 这个月应该缴纳的 累计的预扣预缴税额 算出来了 对吧 然后再减除掉 累计的减免税额 可能有一些减免呢 很多人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也没有 没有的话就不用管 对吧 然后以及累计 以预扣预缴的税额 什么意思呢 就你之前月份 已经预扣预缴过的税款 你刚才不是算的 截止到这个月 比如说七月份 一到七月份 应该交多少钱呢 完了之后呢 你之前一到六月份的钱 是不是已经交过了 对吧 每个月都要预扣预缴的 所以累计以预扣预缴税额 把之前的给它抠除掉 好 剩下的 其余额就是本期 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余额就是本期 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了 余额如果是负的 我们就暂时不给你退税了 对吧 如果是负的 我们就暂时不给你退税 什么时候退呢 年度终了之后 余额仍然是负的的时候 由纳税人通过办理 综合所得的年度汇算清缴 税款多退税补 就是到年度汇算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多退税补就完事了 好吧 所以这就是对累计预扣法 从官方定义 大家怎么去理解 它的本质就在于 这个累计的概念上 为了更好的理解呢 我们接下来 肯定要更进一步的展开 通过公式你再来看一眼 其实用公式来看 更加清晰 也就是说累计预扣法 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怎么算 就是用你累计的预扣预缴 应纳税所得额 刚才我们说了 你把截止到这个月 对吧 应该去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累计起来 然后让他去找那个税率表 对吧 那个预扣率表 找到他的预扣率 然后减掉速三扣除数 是不是就算出来 我们累计的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了 对吧 然后算出来之后呢 把累计减免的税额减掉 把累计已经预扣预缴过的税额怎么样 减掉 是不是就是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累计的预扣预缴 应纳税所得额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这里 累计预扣预缴 应纳税所得额就等于 你累计的收入 截止到这个月的收入 减掉累计的免税收入 一共不需要交税那些收入 减掉累计的减除费用 对吧 那个每月五千 看你几个月 那这个地方就乘一几 对不对 然后呢累计的专项扣除 对吧 三减一金到底有多少 截止到这个月有多少 累计的专项复加扣除 截止到这个月的专项复加扣除 有多少 对吧 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呀 把这个东西算出来 然后套进去 就能得到我们刚才说的 累计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了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我们总结来说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两步走 哪两步呢 第一步 先算累计的应纳税 这个累计的应纳税额 累计的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怎么来的 就把截止到这个月的收入加起来 把截止到这个月的扣除加起来 收入减掉扣除算出来了 累计的应该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预扣率减掉速算扣除数 就得到了累计应该预扣预缴的什么 税额 没有意思吗 这就第一步 第二步什么呢 把之前已经缴纳过的税额 对吧 累计已经预扣预缴的税额怎么样 减掉就完事了呀 免税额的 对吧 当然有你可以放进去 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个累计之前已经交过的税额 把它扣掉就完事了 两步走嘛 对吧 好 就这么简单 好 这个地方呢 又强调了一下累计减除费用 就是按照每月5000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 在本单位任职收购月份来计算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7月份的话 那就是5000乘以7嘛 35000 对吧 很简单 那么年度预扣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的 由居民个人在次年的3月1号到6月30日期间 就是所谓的年度汇算期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年度汇算的时候 进行汇算清缴 税款多退少补就可以了 对吧 交多了你就退 交少了你就补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好吧 举个例子 在某省会城市工作的居民个人张某 2021年每月从任职公司取得工资薪金收入 是2万块钱 就2021年每个月从任职公司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 就是2万块钱 然后每个月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呢 是4500 对吧 4500 那么这个实际上按照你们当地的一个标准来交 无所谓 反正这个呢 我们举例而说 对吧 比如说交4500 那么张某呢 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 对吧 那么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 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一个子女教育的专项 附加扣除 对不对 每个月多少钱 1000块钱 对吧 每个月有1000块钱的子女教育啊 专项附加扣除 好 那么没有住房 所以每月需要支付住房租金 没房子他就要租房嘛 租房的时候 每月的住房租金是多少呢 是2000块钱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陷阱 有一个坑 就是他的租金是2000 能扣2000吗 不能 因为我们要知道住房租金的税前扣除也是定额标准扣除的 对吧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 划分为大中小三类城市 对吧 大城市 那么看一下省会就是大城市 对吧 省会这样的大城市的标准是多少 每个月1500的扣除 所以你是交了2000块钱的房租 但对不起 你税前扣除每个月是多少 1500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张某的专项附加扣除实际上有多少 有2500 对吧 2500的专项附加扣除 然后三险一金的4500 对吧 免征额每个月是5000块钱 这就是他的税前扣除啊 对吧 另外张某在一月份取得了年终奖是10万块钱 那表现还不错 有年终奖 对吧 然后呢 张某拿到年终奖之后 他可以选择单独计划 也可以选择什么并入综合所得 然后张某告诉你 他选择了并入综合所得 我们不考虑他这个选择对不对啊 后边我们再去讲 这个明年再讲横高点的时候 我们再讲基础班的时候再展开 对吧 年终奖期税到底怎么选择呀 逻辑是什么呀 对吧 考虑到一个比较复杂 大家基础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讲啊 那这个地方你就认为啊 他选择并入综合所得就完事了 不用替他考虑划不划算啊 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那么每月预扣预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例子来算啊 大家来看 每月的收入是2万 对吧 免征额每个月有5000 三减一斤4500 然后专项附加扣除是2500 对不对 一月份有一个年终奖10万块钱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每月的情况啊 大家来看一月份 收入是多少 刚才说了啊 每月工资有2万 对吧 然后有一个年终奖10万 那么当月的收入比较高 就是12万 没有问题吧 好 基本的费用扣除 就是所谓的免征额是5000块钱 对吧 然后呢 专项扣除是4500 专项附加扣除是2500 听到意思吗 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算 累计收入是多少 一月份累计收入 当然就是12万了 对吧 累计的扣除是多少 把它仨加起来 加起来就是12000块钱 对不对 然后用累计收入减掉 累计扣除就等于累计的 应该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没有问题吧 就等于10万08000 10万08000 然后去找那个预扣预缴率表 跟我们综合所得的 那个税率表是完全一样的 10万08000 刚好处在36000到14万4000之间 那么它的税率实际上是10% 税率4% 后边还有一个速算扣除数 这个不需要大家记 你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去查那个表 对吧 能记住当然最好啊 然后用10万08000乘以10% 减掉速算扣除数 就是累计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刚好是82008 对吧 就累计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是82008 那么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就是多少 就是这个82008吗 对吧 之前没有交过 这是1月份刚开始交嘛 对吧 当期就应该预扣预缴 82008 没事吧 没问题啊 就这么简单 好接下来到2月份我们来看 2月份呢就只剩下工资了 没有年终奖了 对吧 工资2万 然后当月的免征额依然是5000 专项扣除4500 专项付加2500 没有问题啊 好接下来累计收入是多少 就截至到2月份的累计收入 是把他俩加起来 对吧 一共有多少 14万 对吧 累计扣除是多少 就把他俩加起来 那么一共是24000 没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由14万减掉24000 就得到你的累计的应纳税所的额 对吧 累计预扣预缴 应纳税所的额就等于11万6 然后用11万6再去乘以税率 也是10%啊 减掉素算扣除数就是9080 对吧 也就是说累计到2月份 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9080 而上个月已经交了多少了 各位 已经交了8280了 看到没有 已经交了8280的话 那么当月需要去扣缴的 预扣预缴的税额就是800块钱 没有问题吧 对吧 当月只需要再去交800就行了 也就是说1月份看起来交了8280 是因为你年终奖放进来收入很高 交税比较多 但是到了2月份你发现 没有特殊情况了 你就一个月挣2万块钱 你交不了多少个税的 看到没有 当期预扣预缴的税额也不过就是800块钱 好 接下来到了3月份呢 一样的道理 收入依然是每个月2万 对吧 3月份收入是2万 然后当期的这个免征额是多少 5000 专项扣除4500 专项付加2500 好 累计收入就把它加起来吗 累计收入是16万了 对不对 然后累计的扣除是36000了 然后收入减掉扣除得到了 累计应该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是12万4 同样的道理 再去找到税率 找到预扣率 减掉疏传扣除处得到9880 看到没有 找到9880之后 之前已经交了多少了 9080 对不对 用9888减掉9080 就是这个地方的800块钱 当期应该预扣税额就是800块 没问题吧 很简单 对吧 依此类推 4月份5月份也是一样的道理 到6月份有一点点特殊了 在哪里呢 6月份收入依然是2万 免征额依然是5000 三写一级专项扣除依然是4500 专家夝价依然是2500 没有问题 但是呢 累计收入这个时候变成了22万 就算下来的啊 累计扣除变成了72万 接下来呢 收入解调扣除 得到了累计的预扣预角的 应纳税所得额是14万8 14万8相对于之前的差别 在于它进入了14万4以上的 那个税率区间了 没有意思吧 也就是说急剧上去了 之前是36000到14万4 一直都处在10%的税率上 而14万8适用的税率是多少了 是20%的 没问题啊 那你就用20%嘛 用20%税率再去减掉你的 这个预扣率 减掉你的那个速传扣除数 就得到了你本期应该累计到 这个时候应该预扣预角的税额是 12,680 然后12,680 之前已经交了多少了 已经预扣预角过11,480 还是用它去减它 对吧 一万2680去减上边的11,480 就得到了这个地方的120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本期预扣预角税额应该预扣税额1200 比之前的800会多一点 因为你的税率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税率嘛 说白了你收入越高 适用的那个税率或者说对应的预扣率就会怎么样 越高 没问题吧 所以这个地方1200 很简单 那么依此类推 你会发现到了下个月 到了下个月 7月份还是这样的逻辑 算你的累计预扣预角的应拿税所的额15万6 对吧 然后算出来你累计应该预扣预角税额是14,280 然后在减掉之前的这个12,680 然后当月应该预扣预角税额 对吧 应该预扣税额就是1600 依此类推 一直保持到最后大家发现没有 一直都是每个月扣多少 扣1600就完事了 而且你会发现啊 就是你把这12个月预扣预角税额呀 你把它加起来的话 就是你累计的这个数 也就是你按年算总账应该缴纳的什么 你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对于这种工薪阶层啊 像这个刚才说的这哥们叫什么 老张 对吧 张某 就是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没有乱七八糟的劳务报酬 搞酬退圈省费 就是兢兢业业的在一个单位工作 从这一个单位拿钱 然后他的这个扣除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比如说没有发生什么大病啊 让你到了第二年 再让你突如其来的扣一个几万块钱 没有这种事 对吧 很稳定 每个月扣什么东西都是很清晰的 那么对于这种人来说 实际上他每月预扣预缴税额之和 就是你按年算总账应该缴纳的什么 个人所得税 没有意思吗 所以对他们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什么 多退少补年度会算的情况 他的预缴跟他的一致会 跟他的应纳会怎么样 会刚刚好 完全是一致的 交的刚刚好 所以第二年不需要去做会算清缴 不需要退也不需要补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个预扣预缴税额的这个过程 好 那么这里边有一些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跟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特殊规定什么概念呢 就是从2020年的7月1号开始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 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对于这些人什么概念 就我这一个纳税年度内 第一次拿到工资薪金 对于这些人来说 我们说他的这个扣税上 我们给你一个特殊规定 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呢 就扣预缴人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按照每月5000 直接乘以纳税人当年 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的累计减除费用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规定 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我们举个例子 你待会就理解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刚才所谓的这个 首次取得工资薪金的居民个人 指的是什么意思 所称的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是指在纳税年度首月起 至新入职的时候 之前没有取得过工资薪金所得 或者没有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 所得那种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 对吧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白了 他从年度中间的某个月 他第一次拿到工资 对吧 之前也没有就工资这种东西 交过个税 那么就属于所谓的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那么这种大家能够想到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 就大学生啊 大学毕业生啊 对吧 应届毕业生刚刚工作呀 对不对 所以大家来看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就大学生小李 2020年7月份毕业之后 进入了某公司工作 你看7月份毕业 去人家打工 没问题吧 变成了一个社畜啊 那么你成为了人家的这个 这个员工之后 人家要给你发工资啊 公司发放了7月份的工资 那么在发放工资的时候 寄税应该怎么寄啊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特殊规定的话 就当个当月7月份 比如说给你发个6000块钱的工资 对吧 那么这个6000块钱的工资 就减掉当月的5000块钱的什么免征额 然后减掉你的三险一金 减掉你的专项附加扣除 对吧 然后算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去找税率乘以 对吧 减掉素算扣除出去 得到你累 你这个月应该愈扣愈角的税额了 没问题对吧 这是正常的算法 但是这个地方告诉你什么呢 我允许你在减除这个费用的时候 减的不是5000 减的是什么东西呢 可以减除费用35000 也就是说截止到7月份累计的这个减除费用 用5000直接乘以7 减掉一个35000 对吧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干什么呢 来降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这个 他的税付啊 就说白了啊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6000的例子 可能一般来说交不着多少个税 因为比如说他租个房 他可能就哎这个地方一租个房 对吧 有个租金 比如说1500的税前扣除 他交不着税的 但比如说哎 这个一个优秀一点的大学毕业生 一个月的工资可能领到了8000块钱 然后减掉当月的这个5000的免赠额 然后减掉你的三险一斤 但你要知道三险一斤很有可能第一个月是没跟你交的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没有的 对吧 然后专项附加扣除呢 这个地方也没多少钱 可能就1500 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哎 如果按照这种模式 他当月是要去预扣预缴税款的 对吧 是要交税的 但交完了税之后 到了第二年 大家要知道我们算年度会算算总账的时候 我们允许你在综合所得计税的时候 扣掉一个免赠额扣的是多少 实际上是按全年来扣扣一个6万 听到意思吗 按全年来扣来扣这个6万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学 业商从7月份开始工作 一开始呢 因为扣除的比较少 他交了个税 到了第二年算总账 给他扣掉这个6万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他其实压根就交不着税 对吧 为什么 他每个月挣8000块钱 然后下半年一共就6个月嘛 对吧 从7月份开始工作 一共6个月6八四万八呀 他一共就挣了四万八 你要扣掉一个6万的免赠额 他压根本来就不应该交税 但是按照之前的制度模式 他是一开始怎么样 预扣预缴稿过税款了 所以到了第二年 需要给他什么 给他进行退税 听到意思吗 就瞎折腾了 那对这个大学生来说 就很吃亏呀 你干嘛呢 干嘛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 直接就不要争我的税 省得第二年再给我退税 然后对于我这个 刚刚毕业的穷大学生来说 可以降低我的什么 我的税负成本 对吧 增加我的现金流啊 让我活得更好啊 虽然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呢 蚊子腿的肉那也是肉啊 能够让我省一点 是一点 明白意思吗 就本着这样的想法 对于应届毕业大学生来说 比如说你七月份工作 那么在进行扣除的时候 我就允许你可以直接扣除 每月五千乘以截止到 这个月的累计的那个月份数 对吧 一共七个月就五七三万五 一共八个月就五八四万 对吧 一上来先干掉四万 这样就确保你收入不够高的话 对吧 你本来不交个税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是没资格去交税的 你就不用交税 也就不用第二年再给你退税了 对吧 意思吗 所以这是这个制度的好处啊 就针对的是什么 一个纳税年度内 第一次取得了工资薪金的居民个人 主要适用对象 就是我们刚刚毕业的应届大学生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特殊规定 第二个特殊规定 针对什么呢 就2021年的1月1号开始 对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居民个人 它有三个条件 我们先把三个条件看完啊 第一个 上一纳税年度1到12月份均在同一单位任职 且预扣预缴申报了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从1月1号开始啊 我们看到啊 上一纳税年度的整个这一年 它都在同一个单位任职 并且呢 预扣预缴申报了工资薪金 个人所得税 它交过税的啊 然后第二个条件什么呢 上一纳税年度的1到12月份的累计工资薪金收入 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等各类工资薪金所得 且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的情况下啊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超过6万 也就是说白了你的税前收入 你累计的工资薪金这个税前收入不扣任何东西啊 就没有达到6万 压根就没到6万 没到6万意味着什么 算总账的话是压根就不应该交税的 它不配交税啊 那么免征额就6万啊 你这6万都不够扣的呀 听到意思吗 但是它之前怎么样 是交过税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 第一个条件 它是愈扣愈角申报了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 也就是说它之前是交过税的 那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因为什么呢 说白了月度收入不均匀啊 就比如说上半年有年终奖 乱七八糟的收入会高一点 下半年收入会低一点 上半年收入高一点的时候 它是交过个税的 但是到了下半年算总账 你发现它全年收入都没到6万 它压根就交不着个税 对吧 但之前已经跟人家扣过税了 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你要干什么 你要给人家退税啊 瞎折腾嘛 还是那个道理啊 对吧 你干嘛呢 干嘛不一开始直接给人家把这个税的吗 制度设计的合理一点 就不要让人家去扣这个税呀 我们想要解决的就这个问题 好 第三个条件什么呢 就本纳税年度自一月起 它仍然在该单位任职受雇 并且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就是还在我们这打工呢 没有意思吗 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上一年度 整个这一年都在我们这工作 并且预扣预缴过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第二点 它上一年度挣的钱一共就没到六万 对吧 说到底它压根就不应该交个人所得税 第三点 它今年啊 还在我们单位工作 那么符合了这三个条件之后 我怎么给你降低税付呢 我就允许你在今年预扣预缴 本年度工资 薪金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累计减除费用 从一月份开始 一月份开始 就直接按什么 全年的六万来干 没有意思吗 一上来就按照六万给你扣掉 这样一来的话 你哪怕全年挣了五万多 然后上半年可能挣了四万对吧 你四万的时候 当时拿到手的时候 比如说一月份可能就拿到三万了 你是交了个税的 但全年一共挣了五万多不到六万块钱 你是不应该交个税的 第二年要给你退税 这种瞎折腾的情况 我们就免掉了 直到你今年收入涨上去了 比如说涨工资了 业绩突出了 累计收入超过六万的时候 才需要去考虑交税的问题 对吧 只要你没超过六万 你就不用交税 这不就保证了这个低收入者 尽可能的不交税吗 对吧 减少对人家资金的占用吗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的制度设计的想法就在于此 一上来先干掉六万 也就是纳税人 累计收入不超过六万的月份 暂不预扣预缴角 个人所得税了 在其累计收入超过六万的当月 及年内后续的月份 再按照正常的办法 去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 来算算你到底 应不应该交税就完事了 对吧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还是要举个例子 大家会更好理解 比如说小周呢 是A单位的这个员工 2020年的1到12月份 都在A单位取得工资 薪金一共多少钱 5万块钱 来符合条件了 上年度都在A单位工作 而且收入没有达到六万 单位呢 为其办理了 2020年1到12月份 工资薪金 个人所得税 全额明细申报 好 2021年的A单位 每月给其发放工资 是多少 8000块钱 个人按照国家标准 缴付三险一金的 一共是2000块钱 在不考虑 其他扣除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我们不考虑 专家付加扣除 乱七八糟了 我们就是免征额5000 然后三险一金 一共是2000 好 按照基本规定的 所示的预扣预缴角的办法 那么小周每个月 应该预扣预缴角 个人所得税交多少钱呢 就8000减掉 5000减掉一个2000 对不对 算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一共1000块 按照税率3% 交30块钱 没问题吧 很简单 每月需要预扣预缴角的 个人所得税 就是30块钱 很简单 那么采用上述特殊规定之后呢 你会发现 1到7月份小周 因其累计收入 是多少 5万6 对吧 而我们说了上述办法 就是上来第一个月份 就给你干多少 就给你干掉6万嘛 对吧 免正额那个地方 直接往上写6万呀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这个一开始 1到7月份累计收入 才5万6 没有超过6万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交税的 对吧 是无需交税的 而从8月份开始 小周的累计收入 超过6万了 存在交税的可能性了 但也不见得会交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 三险一金的扣除呢 对不对 那么从8月份开始 超过6万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 要不要交税的时候 我们来算一下 大家来看 8月份预扣预缴角税款 是多少 那么就是累计到8月份 一共挣了多少钱 8000乘以8 对不对 这是累计收入 8864万 然后减掉什么呢 三险一金 截止到8月份 2000乘以8嘛 然后减掉那个 一开始1月份 就干掉的免正额 始终是一个6万 对不对 然后得到的这个数据 显然是负的 交不着税的 到了9月份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8000乘以9 减掉2000乘以9 对吧 然后再减掉一个6万 依然是负的 交不着税 到了10月份 乘以10 乘以10 依然交不着税 一直到11月份 对吧 累计到11月份的时候 8000乘以11 这是我们的收入 减掉2000乘以11 这是专项扣除 对吧 然后减掉你一开始 就干掉的免正额的6万 因为依然在算累计嘛 1月份是6万 到了2月份还是6万 对吧 到了11月份 依然是那个免正额 6万块钱 明白意思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把它减掉之后 就发现 这个地方 有应纳税所得额了 有了应纳税所得额 再乘以我们的 试用税率3% 然后减掉我们之前 已经预扣预角过的 一直是0嘛 对吧 当月预扣税额 180 没问题吧 然后到了12月份 按累计的这个想法 8000去乘以12 减掉2000乘以12 减掉那个免正额的6万 算你的累计的 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税率依然是3% 然后呢 得到了你累计 应该预扣预角的税额 之前已经预扣过多少了 180了 对吧 已经交过180了 把180减掉 那么当月应该预扣的税额 就是剩下的180 就完事了 好吧 非常简单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个累计预扣法 特殊情况下 我们针对这种低收入群体 给它的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第一个月 一上来就干掉6万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在全年 绝大多数时间里面 它是不需要去缴纳个税的 对吧 虽然最终年底的时候 你依然需要缴纳的个税 是多少 360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小周啊 它本来每个月交30 12个月加起来 也是360 对吧 全年算总账 应该找到的个税 肯定是不变的 但是起码可以解决一个 什么问题啊 现金流的问题 对吧 每个月都前边的10个月 都会省下这个 30块钱的现金流 很多人说30块钱算什么 30块钱吃两顿饭呢 各位 对吧 对于刚刚毕业的 挣得又不多的 那些中低收入群体来说 也很重要 对吧 蚊子腿的肉 那也是肉嘛 就这意思啊 对吧 它前10个月是不用交税的 一直到11月份再交 12月份再交一下 就完事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个预扣预缴 累计预扣法 这个地方的情况 工资薪金呢 我们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居民个人取得了什么 劳务报酬 对吧 搞仇 退缺使用费所得的 预扣预缴缴的这个办法 就说白了 我们的综合所得里边的 另外三项 劳稿特 对吧 劳稿特啊 那么劳稿特这三个 怎么搞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基本规定 扣预缴 人向居民个人支付 劳务报酬所得 搞仇所得 退缺使用费所得的时候 应当按照以下方法 按次或者按月 来预扣预缴税款 对吧 要么按次 要么按月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啊 这个这个计税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劳务报酬 很多时候都是按次的 但如果你是一个 连续性的劳务 我们就以一个月 作为一次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劳务报酬搞酬退缺使用费 所得以收入减除费用后的余额 作为收入额 这个特别要注意 就说白了 劳务报酬搞酬退缺使用费 不是你挣了多少钱 就把那个钱 直接作为收入额的 而是要怎么样 以那个钱 那个所谓的收入 减掉一个费用之后的余额 作为你的那个所谓的收入额 然后以你这个收入额 再去算你的那个所谓的什么 应拿税所得额 没有意思吗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要有一个减除费用 减除费用我们待会讲 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搞酬更加特殊 就搞酬所得的收入额 在原来的基础上 在统一的基础上 要再打七折 减按70% 我们之前还讲到这一点 就说白了 搞酬的创作 写书啊 出版啊 是很好脑细胞的 精神劳动啊 很痛苦的 掉很多头发的个外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给你一个优惠 对吧 再打七折啊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统一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统一的减除费用 怎么来做呢 就一扣一脚税款的时候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退圈权水用费所得 以每次收入干什么呢 跟4000做比较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的 我们就减800 每次收入超过4000的 我们就打八折 对吧 那么很明显 4000的800 这个20%就是多少 就是800 对吧 所以这就是那个分界线 按照你不超4000 减800 超了4000打八折 就这个逻辑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你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什么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退圈水用费所得 以每次收入额 作为你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说 在预扣预缴这个阶段 劳务报酬 搞酬退圈水用费 它的那个应纳税所得额实际上就是我们前边算出来的收入额 但是再次强调 你的收入额不等于你每次赚到的那个收入 你这个收入要减掉一个什么 一个费用之后 减除了费用之后才是你那个收入 对吧 劳务报酬 搞酬 退圈省费 跟4000做比较 不超4000减800 超了4000打8折 完了之后搞酬所得在基础上再打7折 5.6折 听到意思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那个是收入额 然后把这个收入额直接作为你预扣预缴阶阶段的应纳税所得额 来计算你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特别强调这一点 一定要搞清楚 劳务报酬所得是用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缴率表 也就是说劳务报酬所得它的预扣预缴缴 它是有单独的一个预扣预缴率表的 然而搞酬所得退圈省费所得呢 是用一个20%的比例预扣率 这个很简单 就说白了 他们就是20%比例预扣率 但是劳务报酬比较特殊 它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预扣预缴率表 我们待会看到三级超额累计 说白了 这样的一个制度模式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2018年改革之前延续了原有的征税模式 我在讲入门篇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逻辑 为了改革的平稳过渡 原来劳务报酬搞酬退圈收费怎么征税的 我们改完了之后 在预扣预缴这个阶段 延续了原来的征税办法 然后到了按年算总账做退算清缴的时候 它适用统一的办法 前面跟大家讲过的就3%到45% 其实稍微累进 听到意思吗 所以公劳搞特是在综合所得会算清缴的阶段 大家的征税模式是一样的 但是在预扣预缴这个阶段 大家的征税模式是怎么样 各有千秋啊 对吧 一定要注意一点 注意这一点 大家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为了改革的平稳过渡 劳搞特延续了原有的办法 而工资薪金采用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 比较高大上的累计预扣法 是吧 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逻辑 好 接下来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公式啊 就很简单了 劳务报酬所得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就等于预扣预缴应纳税的所得额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收入额 对吧 去乘以你的预扣率 这个预扣率多少呢 20% 30% 40% 2万以下20% 2万到5万 35万以下40% 我们待会会看到一张表格 对吧 然后减掉你的素酸扣除数 就得到了劳务报酬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然后你的稿筹和推全省费所得 那简单了 就是你预扣预缴应纳税的那个所得额 也就是所谓的收入额 对吧 然后乘以多少 20% 对吧 预扣率就完事了 对吧 预扣比例是20% 就简单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缴 预表 什么算劳务报酬啊 这位同学上次直播课可能没听是吧 这个呢就要回到上一次的直播课啊 看我们的录播的课件 可以去回顾一下 劳务报酬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独立个人劳务 对吧 跟工资薪金的差别就是你不受雇 你不受雇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做更多的展开了 自己再去学 好吧 比较基础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们上次课是讲的很清楚的 可以去看啊 好 那么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缴率表 这个预扣预缴率表呢 刚才我跟大家提到20% 30% 40%的一个三级超额累计 然后它的划分的这个急剧呢 就是按照2万2万到5万5万以上 对吧 大多数情况下用到的都是不超过2万的 除非你这个劳务报酬啊 获得的比较多 对吧 才华很易 挣的比较多 然后能够用到这个 对吧 或者是极端优秀的 对吧 能够用到这个 超过5万的 一般来说都是用一个20%的预扣率 但是我们要注意30% 40% 现实中提出题的时候也是可以考你的 而后边的速算扣出数的计算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这个我之前反复跟大家讲过这个逻辑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不厌其烦的可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速算扣出数怎么算出来的 就这个2000怎么来的呢 对吧 怎么算呀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2万到5万 适用的预扣率是30% 对不对 但实际上人家2万本来应该用的预扣率是多少 是20%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多征的10% 用2万乘以多征的10%就是2000块钱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30到40之间也多征了一个10% 那么用5万乘以这个10%就多征了一个5000 所以2000加上5000 就是这个地方的速算扣出数7000 对吧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有基础的 听过前面课程的听到这儿一定会豁然开朗 非常简单 我反复的跟大家不厌其烦的去讲这个事儿 你可以更好的理解 不需要死基因背 对吧 但如果第一次听的可能会有点懵 没有关系啊 回听一下对吧 回去听一下我们之前的课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居民个人办理年度综合所得 汇算清缴的时候 应当依法计算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退权所费所得的收入额 什么叫做依法计算呢 就说白了把这三个玩意儿并入综合所得 做汇算清缴的时候 他们确认收入跟刚才的模式可不一样哦 他是用什么的办法 就直接打八折了嘛 对吧 就不需要跟4000做比较了 一定要注意啊 在预扣预角阶段才需要跟4000做比较 4000以下打八折 对吧 4000以下减800 4000以上打八折 但是真正去做年度汇算 并入综合所得的时候 劳务报酬搞酬退权所费 我们上次课的时候跟大家讲到了 直接怎么样 打八折 而搞酬呢 在八折的基础上 再打七折五点六折 对吧 意思吗 这叫做依法计算 然后并入年度综合所得计算 应纳税款 对吧 然后税款多退少补 就完事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个界定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居民个人张某 2022年4月份 取得了劳务报酬收入是五万块钱 搞酬收入是五千块钱 退权使用费的收入是三千块钱 对吧 就劳稿特都有了 对吧 那么现在问你什么呢 预扣预缴这个阶段怎么交税 很简单 对吧 套我们刚才的公式嘛 讲这个逻辑嘛 4月份 劳务报酬所得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怎么算 先来看劳务报酬 劳务报酬一共挣了多少 五万 五万我们说这是他那个收入 但是确认收入额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跟四千做比较然后去干什么 去考虑嘛 对吧 要么减八百 要么打八折嘛 对不对 好我们首先这个地方五万 它肯定是超过四千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上来怎么样 直接打八折 对吧 五万去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 首先打八折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的那个应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所谓的收入额 对吧 也就是得到了一个什么 四万嘛 对吧 五八四万 四万之后 接下来四万是在哪个范围里边的 对吧 就两万 两万到五万 五万以上 对吧 就在两万到五万那个地方 你的预扣率是百分之三十 然后减掉速算扣除数 我刚才给大家算过是两千 对吧 然后你当月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就是一万块钱 没问题吧 就这么算的 对吧 用你的收入额打一个八折 得到你真正的收入 对吧 我们确认为应纳税所得额的那个东西 然后乘以百分之三十的预扣率 减掉两千的速算扣除数 就完事了 好 接下来搞筹所得 那简单了 对吧 就直接上来 我们来看啊 搞筹收入是多少 五千 五千是不是超了四千 超了四千 所以他也可以打八折 对吧 打完八折的基础上 我们说过 搞筹所得怎么样 再打七折 好 再打七折 就五千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 得到四千 四千再打一个七折 对吧 四七 两千八 对吧 完了之后再乘一个税率 预扣率百分之二十 对吧 五百六十块钱的税额 没问题吧 这是搞筹 然后退缺使用费就更简单了 退缺使用费一共多少 三千 四千以下对吧 四千以下要怎么样 要减八百 所以是三千去减八百 看到没有 三千减掉八百之后 得到两千二 乘以你的预扣率百分之二十 就等于四百四 没事吧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所以这是退缺使用费 好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张某的这个预扣预缴节段 应该交多少税 对吧 那么到了汇算轻缴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交税呢 就张某在次年三月一号到六月三十日期间 汇算轻缴的时候 要并入综合所得的那个收入额是多少呀 对吧 就把你刚才那三项所得要并过来 它的收入额是多少 就是不用考虑跟四千的比较了 对不对 直接打八折呀 五万直接打八折 五千直接打八折 但是搞出所得在八折的基础上 再打一个七折 没问题吧 然后呢 你的退缺使用费也直接打八折 不需要去考虑你跟四千的关系 听话意思吗 再次强调 算综合所得总账的时候 汇算轻缴的时候 直接打八折 记录就完事了 所以能够并入到综合所得的那个收入是四万五千二 然后跟你的工资金金一合并 再去算总账应该交多少税 该退的退 该补的补就完事了 好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老搞特 他的预扣预缴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这里边也有特殊规定 什么样的特殊规定 实际上跟前边的那个工资 薪金的累积于扣法的特殊规定 是一一对应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个情况是 自2020年7月1日开始 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 因为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 对吧 那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实习 你比如说我的硕士们 对吧 我的研究生都在实习 去四大 去各种事务所实习 那在实习的时候 你们是有一些劳务报酬的 虽然也不多 微不足道 但毕竟是有收入的 那么这个收入理论上 都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劳务报酬所得税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是一些穷学生 对吧 我怎么能够想方设法的 给你降低你的税负呢 我们就给了一个特殊规定 大家来看 就扣脚义务人 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按照累计预扣法 来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 对吧 按照累计预扣法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税额就等于 你累计的收入额 减掉累计的减除费用 乘以预扣率 减掉素酸扣出数 减掉累计减免的税额 减掉累计已经预扣预缴过的税额 对吧 就前面我们的公式啊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 按照每月五千 乘以纳税人在本单位开始实习月份起 至本月的实习月份数来计算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样一来的话 它有什么好处啊 就对一个这个这个大学生来说啊 或者是一个硕士生 只要是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这种学生 本来如果按照劳务报酬所得 如果单纯按照劳务报酬所得 来去交税的话 那你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管你挣多少钱 你四千以上还是四千以下 要么四千以下你减八百 四千以上打发折 总之你都是要干什么 你都是要交税的 没有意思吗 按照20%的预扣率都是要交税的 如果你这个劳务报酬特别高 你还遇到30%40% 虽然现实中不存在这种情况 对吧 没见过实习报酬都直接两万多五万多的 对吧 这种实习的岗位我也想去 对吧 太少见了啊 一般就是20%这档预扣率 好 那这意味着你是一定要去预扣预缴税额的 听到意思吗 哪怕你挣了八百块 对吧 八百块减掉八百就没了 对吧 八百块以下是可以的啊 就比如说挣了一千 你减掉八百 还有一个两百呢 两百乘以20% 你还要交一个四十块钱呢 听到意思吗 你说你一共就挣的也不多 为什么要交税啊 太不像话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按什么呢 累积预扣法 累积预扣法什么概念呢 我当月首先可以拿到这个收入的时候 我让你能够减掉一个什么 免征额五千 看到没有 一上来就能让你干掉五千 干掉五千 你就肯定不交税了嘛 对吧 你的劳务报酬 你实习期间的劳务报酬 不太可能超过五千块钱的 很多人的月工资都拿不到五千以上啊 听到意思吗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就会让我们绝大多数的 正在实习的那些全日制的学生 不需要去扣脚个税 对吧 不需要去脚脚个税的 这样省得到了第二年 你算总账的时候 大家知道 劳务报酬也是综合所得的一部分 到了第二年 按年算总账 会算清缴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扣掉免征额多少 六万的嘛 对吧 本来人前一年 我们说你这个劳务报酬 一共就挣了不到万把块钱 对吧 按照原来的办法 你每一次拿到劳务报酬的时候 基本上都要交点个税 到了第二年 算总账 连六万都没到 一共就挣了万把块钱嘛 是要把多交的个税 怎么样退给你的 瞎折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给你用累积额扣法 好嘞 直接每个月先给你干掉五千啊 这样你就不用去预扣预缴了 到了第二年 也不用去干什么 退税了嘛 对不对 这就是好处啊 对吧 针对的第二个群体是什么呢 就是收入比较低的 对应用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情况啊 从2021年1月1号开始 对同时符合下列三项条件的居民个人 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 上一纳税年度1到12月 均在同一单位取筹 且按照累积预扣法 预扣预缴申报了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对吧 就说白了 你已经按照累积预扣法 去预扣预缴申报了劳务报酬所得税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 上一纳税年度1到12月份的累计劳务报酬 就不扣缴任何的这个费用啊 免税收入啊 就你的税前所得啊 没有超过6万 对吧 不超6万 第三个 本纳税年度自1月起 仍然在该单位取得 按照累积预扣法 预扣预缴申税款的劳务报酬所得 你满足了这个条件 那我就允许你们呢 在预扣预缴申本年度 劳务报酬所得 个人所得税头时候 累计减除费用从你1月份开始 直接按照全年的多少 6万来算 是不跟前面的制度规定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你这个地方的劳务报酬所得 也是按照累积预扣法来做的 对吧 就类似于是连续性的劳务 对吧 只不过你不是人家的人 你是独立的 但是呢 你基本上就只给他打工啊 对吧 虽然你是相对自由的 但基本上你也不给别人干活 然后每个月都来 对吧 拿的都是劳务报酬 完全可以按照累积预扣法来做 连续性很强 听到意思吗 所以从1月份开始 直接按照全年的6万来计算扣除 也就是说 在纳税年累计收入不超过6万的月份 它是暂不预扣预缴脚 个人所得税的 在其累计收入超过了6万的当月 及年后的 年内的后续月份 对吧 再去预扣预缴脚 个人所得税 正常的算来交税就行了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为了降低大家的税负 来做的一个制度设计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实际上 学生小张 7月份在某公司实习 取得了劳务报酬3000块 这不少了啊 各位 3000块钱的劳务报酬 已经不多见了 对吧 扣角单位在为其预扣预缴脚 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采取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脚税款 如果采用该方法 那么小张7月份 劳务报酬扣除掉5000块钱的 免征额之后 就已经不需要去预缴税款了 对吧 因为你一共就挣了3000嘛 而我当月的免征额 就可以干掉5000啊 拿掉之后 你就不需要交税了 比预扣预缴脚方法完善之前 就是说正常应该怎么交税呢 没有这个办法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交 就应该用你的3000减800嘛 对吧 3000是属于4000以下减800 然后乘以20%应该交440啊 听把意思吗 那这种情况下 你本来是应该交个440的 但现在有了这样一个 累计预扣法 按照累计预扣法 你一上来就可以干掉那个5000 你就可以少预缴440 对吧 如果小张年内 没有其他的综合所得 到了第二年算总账 你需要交税吗 也不需要交税了 因为第二年算综合所得的时候 你可以干掉一个6万 你前一年一共就挣了3000块钱的 劳务报酬 你交啥税呀 你有什么资格交税呀 想太多 对吧 所以如果按照原来的办法 交过440 到了第二年 也是要把这个400次 怎么样退给你的 你有何苦呢 对不对 不需要瞎搞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看到的 关于这个 劳务报酬的 按照累计预扣法的特殊规定 好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前边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比较复杂的 对吧 就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关于全员全额的 这个扣角申报的问题 对吧 就主要是涉及到 预扣预角这个阶段 功劳搞特怎么处理 那是重点啊 接下来的比较简单 经营所得怎么算税呀 我们来看一下 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 计算公式非常简单 就等于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税率 减掉速算扣除数 完事了 对吧 说白了 它的计算模式 跟前边讲的综合所得的 那个超额累计的计算模式 也是一样的 因为经营所得 也是5%到35%的 5级超额累计呀 对不对 只不过它这个地方的 应纳税所得额怎么来的呢 是用全年的收入总额 减掉成本费用以及损失 它有点像什么 企业所得税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因为经营所得 在历史上是交过企业所得税的 对吧 后来才把它变成了 个人所得税 但是你像个体工商户 作为一个经营主体 它应该怎么交税 可不就是用你全年的收入 减掉你的成本 你的费用 你的损失之后 才是你真正应该用来交税的 应纳税所得额嘛 对不对 从逻辑上讲 就应该这么搞 所以这是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乘以适用税率 减掉苏酸科出处 当然很多人会问 说哥老师 现实中他们真的是这么交税的吗 现实中基本上不是这么交的 为什么 说白了 个体工商户有几个 能够告诉你 它的成本费用损失是多少的 换句话说 它哪有账啊 它没有账 你没法查 没法查 这个公司基本上就是形同虚设 所以现实中 个体工商户往往是怎么征税的 都是用的合定征收啊 对吧 就说白了 按照你的收入 直接核定一个征税率就完事了 甚至直接核定 你每个月就应该定额的 交个200块钱的个人所得税 就行了 所以这个地方 实际上征管上的漏洞是很大的 对吧 成本很高 漏洞也很大 好 那么提醒的是什么呢 从2021年的1月1号开始 到2022年的12月31号 就是去年到今年年底啊 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的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减半征收 对吧 再打五折 对吧 那么所谓的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为什么没有说清楚呢 就是你要知道 全国各地的个体工商户啊 这个执行政策都是各有差异 对吧 基本上都不一样 每个地方有每个自己方的特色 就同样都是核定征收 你核定的征收率还不一样的 没有意思吧 所以他只能说 在你们当地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 就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 我再给你打五折 减半征收 就完事了 那么各地工商户 不区分征收方式 均可享受 什么叫不区分征收方式啊 就有的是什么 是查账 对啊 有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核定征收啊 对吧 有查账的 有核定的 我都可以享受 就完事了啊 好 接下来第四个 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那么这个也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应纳税所得额怎么算呢 财产租赁所得 一般以个人每次取得的收入 定额或者定律 减除规定费用之后的余额 作为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所谓的定额或定律 也是取决于什么呢 你的收入跟4000做比较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的 定额减800 每次收入超过4000的 定额减多少 20%也就是打8折 对吧 定额减20%也就是打8折 那意思吧 不超4000减800 超过4000打8折 好 那么第二个呢 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之内 取得的收入 我们作为一次 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 我们就作为一次 我们这边跟大家讲过 哪怕你收到的是一年的租金 甚至三年的租金 对不起 你都要把它平摊到每个月 每个月之内的一次 来作为你的积税 好 那么第二点呢 要强调的是 在确定财产租赁的 应纳税索得额的时候 纳税人在出租财产过程中 所缴纳的税金和教育费复加 可以持你的完税缴款凭证 从其财产租赁收入中进行扣除 准备扣除的项目 除了按照规定费用 和有关税费之外 还包括能够提供 有效准确凭证 证明由纳税人负担的 该出租财产 实际所开支的一些什么 修缮的费用 比如说 你为了把房子卖的 租的更好 对吧 弄一个更好的租金的价格 租出一个好价 你可能对它进行了什么 装修 没有意思吗 这里边可能会有修缮费用 只要你能够提供相应的 有效准确的凭证 证明你确实负担了 开支了 你确实给人家搞了一次进装修 是吧 那么这里边这个费用 可以睡前扣除 但是要注意扣除的时候 我们每个月最多多少呢 800 允许扣除的修缮费用 以每次800为限 就每个月最多扣800 一次扣除不完的 则宇在下一次继续扣除 一直到你扣完为止 一直到扣到天荒地老 对吧 等你扣完为止 第三点 个人出租财产 取得的财产租赁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的时候 应该依次减除以下费用 依次就告诉你顺序了 依次减哪些费用呢 第一个 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金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的基金 国家预算调节的基金 教育费复加等等 那限制中实际上这一块 交的不多的 交的不多的 那么遇到了 我们就用 对吧 如果有 你就扣 第二个 由纳税人负担的该出租财产 所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对吧 你实际上花了多少钱 按照每次800为限来扣除 第三个 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跟4000比 4000以下减800 4000以上打八折 那么第四点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 等于什么呢 每次月收入不超过4000的 对吧 那么就是跟4000做比较吗 那么应纳税所得额就等于 每次收入或者说每月收入额 减掉准予扣除的项目 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圈一 对吧 然后减掉修缮的费用 以800元为限 然后减掉那个800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每次每月收入 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这个地方的这个收入 指的是哪里 是这个吗 还是指的 他呢 听完意思吗 就是这个地方的收入 指的是每次收入额呢 还是指的扣掉了准予扣除项目 和修缮费用之后 那个叫每次收入呢 要注意是后者 也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要去跟800比 对吧 要去跟4000比 说白了 我们能够减800 一定是把其他该扣的扣完了之后 干干净净的 去跟4000比啊 我超过4000 我就打八折 不超过4000 我就减800 听完意思吗 而不是用前边的这个数据 因为前边这个数据 你就跟4000比有啥意义啊 因为跟4000比完了之后 他去减了那个什么 减予扣除的项目 再减掉一个修缮费用800之后 你还知道能剩多少吗 你也不知道呀 听完意思吗 所以应该是把这个收入额 剪掉了扣除项目 剪掉了修缮费用之后 剩的那个东西 我们认为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 所谓每次收入每月收入 然后去跟4000比 是吧 超了4000就打八折 不超4000打八百 减800 就这么简单 好 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这块所谓的超过4000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中火号里边的这个东西 它超过4000的话 那么就直接打八折 没超4000 减800 听完意思吗 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在教材上是有问题的 教材上是有问题的 我们期待着这个明年新出的教材里边 能够把这个bug修复一下 不要引起误会 好 第二点 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怎么算税呢 财产租赁所得是用20%的比例税率啊 很简单 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税收优惠 对吧 但是对个人按照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取得的所得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优惠税率 从2001年1月1号开始 暂时减按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我们就按10%来做的 对吧 就个人出租住房 对吧 居民住房取得的所得10% 好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应纳税所得额 把它找到之后 然后直接乘以试用税率 要么20% 要么10% 对吧 就完事了 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财产租赁所得 接下来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那么一般情况下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 怎么去计算呢 就应该按照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去乘以试用税率啊 对吧 很简单嘛 试用税率呢 就是20%了 对不对 那么应纳税所得额等于什么呢 就你财产转让所得这个地方的应纳税所得额 就是你的收入总额 减掉你财产的这个原值 以及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什么 合理费用 对吧 减掉原值 减掉合理费用 说白了 我只对你的净所得来征税 就这个逻辑啊 那么具体来看 这里边要特别强调的 一个是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对吧 住房转让 第二个就我们待会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股权转让 这是比较重要的 在财产转让所得里边高频的两个考点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住房转让这个地方 以实际成交价格为转让收入 就你实际的成交价 作为转让收入 纳税申报的住房成交价格 如果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且没有正当理由 你也解释不清楚 那么征收机关就有权 根据有关信息来进行什么 核定其转让收入 但必须保证个税种的这个计税价格啊 是一致的 就你算个税算增值税算房产税的计税价格 应该是一致的 对吧 要不然的话这里边是有避税的空间的 要有漏洞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有权核定 但是要确保各个税种的计税价格一致 第二个 纳税人的原购房合同 发票等有效凭证 经税务机关审核之后 其房屋的原值 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 以及有关的合理费用 允许从转让中进行减除 从你的转让收入中进行减除 说白了 就把那些合理的费用给他拿掉 房屋的原值啊 税金啊 有关的费用啊 拿掉之后 对你的禁锁的征税嘛 对吧 好 第三块呢 我们要强调一下 就在转让住房这里边有一个离婚稀产的问题 就说白了 两口子离婚过不下去了 对吧 分割房产了 叫离婚稀产 那么这里边的征税问题 就通过离婚稀产的方式来分割房屋产权 是夫妻双方对共同共有财产的一种处置 那么个人因离婚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 就不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听到意思吗 也就是说离婚稀产本身是免税的 就两口子过不下去了 把你们手上的108套房分一下 对吧 梁山好汉啊 108套 对吧 对吧 两口子那一分之后啊 各拿了54套 对不对 拿走了之后 注意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就你分房产的过程中 虽然有人肯定是有所得的 对吧 因为你说白了 这108套 谁知道之前是谁呢 可能是某一方贡献了107套 另外一方只有一套 或者是108比0 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你只要离婚稀产 有一方可能会有所得 但是呢 这一块我们是不争个人所得税的 明确告诉你 对吧 我们在这个尊重婚姻的这个选择上 对吧 体现一下税收的支持啊 但是如果说你离完了之后 把你这个离婚稀产的房屋啊 卖出去了 对吧 你手上拿着54套房也挺累的呀 对吧 你天天收房租多累呀 两个月一天收一套 两个月才能收得完 对不对 很辛苦啊 所以呢 转让出去 卖掉 那么转让离婚稀产房屋所取得的收入 允许以扣除其相应的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 按照规定的税率来缴纳个人所得税 说白了这个环节 对吧 我们就要交税了 你把你离婚之后拿到的房产往外卖 你拿到钱变现了 那对不起 你是有能力交税的 20%的税你是要交的 对吧 听到意思吗 当然住房的话那10% 是吧 按照这个20%啊 依然是20% 那个租金是10%啊 那这个地方 我们实际上呢 按照我们的住房这个这个转让过程中 要么你转让所得20% 要么你按照我们现实中的核定征收 核定征收实际上是多少呢 1%啊 就是按照你的售价的1%来征税 而我告诉大家 现实中实际上都是怎么做的 按售价的1%来做的 没有人会去选择差价的20% 因为说白了 差价的20%基本上都高于售价的1%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里允许你扣除 然后来征税啊 其相应的财产原值呢 就是房屋初次购职的全部原值 和相关税费之和 乘以转让者占房屋所有权的比例 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离婚息产的嘛 就说白了这个房产 你这里边能够占多大的比例 才能对应于你之前的原值 听到意思吗 有可能这个房屋的原值里边 100%都是归你的 那可以啊 那就100% 但有可能只有一半是你的 没有意思吗 有一半的话 那就只能在这里边扣除掉什么 一半 对吧 扣除掉一半 作为你之前的成本费用 然后剩下的都是用来交税的啊 个人离婚息产房屋 如果是家庭生活自用五年以上 唯一住房的 对吧 就所谓的满五唯一 对吧 这是住房市场上一个著名的词汇 叫满五年且唯一 叫满五唯一啊 如果你是满五唯一的 那么转让收入可以申请 免征个人所得税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在现实中满五唯一的房子的 个人所得税也是给大家免掉的 对吧 满了五年且家庭唯一住房 都是给你免个税的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离婚息产 关于我们的住房转让 那么接下来就是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是财产转让所得里边 另外一种重要的形式 对吧 那么转让股权的时候 怎么交税呢 我们来看 应纳税额就等于应纳税所得额 等于什么呢 我们来首先来看应纳税所得额啊 用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 就是应纳税额嘛 那么应纳税所得额就等于股份转让的收入 减掉股权的原值 来征税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多次取得同一个 就被投资企业的股权 对吧 今天给你一份股权 明天给你一份股权 那么股权的价值是有波动的 对吧 不同时期的股权肯定不一样啊 那怎么办 就采用加权平均法来确定你这个股权的原值 到底是多少 用加权平均法 好 那么应纳税额就等于应纳税所得额 直接乘以税率20%了 非常简单 是吧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财产转让所得啊 这几个字是财产转让所得 我们把它认定为财产转让所得来征税 那么纳税人和扣脚义务人的界定 纳税人就是我们的转让方 谁转让谁就是纳税人 对吧 然后受让方是你的扣脚义务人 说白了 受让方 我受让你的股权 我在给你支付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带扣带脚 个人所得税的 我作为扣脚义务人 要把这个20%给你扣脚下来的 对吧 来加强征管啊 好 那么个人转让股权 如果说你的这个计税的价格啊 明显不合理 偏低的话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干什么 要核定的 对吧 哪些条件下可以核定呢 满足其一计可 我们来看 第一个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且没有正当理由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股权 我们觉得它应该值得更多 对吧 但是呢 你说就卖了这么一点钱 对吧 明显偏低 没有正当理由 那对不起 对吧 那第二个 没有按照规定期限来办理纳税申报 经过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 逾期仍然不申报的 对吧 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去办 然后我责令你限期申报了 你也不去 对吧 逾期还不去 那对不起 我就核定 第三个 转让方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有关资料 对吧 就拿不到资料嘛 它不提供了 那我就有权核定 其他应该核定股权转让的情形 那么在满足了这些情形中的一个的情况下 就可以干什么 就可以核定收入了 本来这个核定征收的办法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加强征管的兜底措施 就防止纳税人啊 明显偏低 没有正当理由 然后来避税 对吧 我起码可以通过核定 把你该征的一些税能够征上来 但现实中实际上被利用成了什么呢 一个避税的工具 实际上就是逃税的工具啊 就说白了 我们真正在核定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核定的税 那个那个应税所得率啊 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吧 肯定不如他那个据实的查账争 对吧 那个税幅高 所以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行业 就在利用这个玩意儿在避税 哪个行业呢 著名的私募基金 各位听过吗 私募基金都是赚的盆满钵满的 资本大鳄 对吧 都是带着这个资本的原罪吸血的那种 私募基金行业 私募基金行业基本上都有限合伙制啊 有限合伙制就是取得经营所得的 知道吗 经营所得是5%到35%要交税的 累计税率35%啊 对吧 你想私募基金的那个所得 基本上上百万上千万的 基本上就是最高税率 但是呢 他们经常就跟你讲说什么 说我这个资料不全啊 不知道原来的股权原值是多少啊 等等 逼着税务计划 那我就核定吧 核定的时候怎么样呢 也很有默契啊 核定的时候核定率非常非常低啊 对吧 交不了几个点的税的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太不像话了 我们去年已经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 对吧 去年专门出了一个文件啊 把这个漏洞堵上 对于私募基金这个行业 有限合伙制的将来搞股权转让的时候 一律查账征税 对吧 你跟我讲你搞不清楚股权原值 你骗鬼呢 说白了你就是不想给 对吧 我逼着你一定要提供 对吧 要查账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核定收入的情况 但是现实中有一些情况呢 看起来偏低 但我认定你是合理的 不需要核定的 就视为有正当理由 不需要进行核定的情况 在我们股权转让里边 有一些情况 哪些情况呢 比如说 能够出具有效的文件 证明你这个被投资企业啊 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 生产经营受到了重大影响 导致你低价转让股权 就说白了 说白了 你这个股权转让 这个价格确实很低 但是呢 你有正当理由 对吧 你能够出具有效的文件 证明你这个被投资企业啊 因为国家政策调整啊 生产经营已经受到重大影响了 疫情影响之下 它这个股权啊 已经大幅度的贬值了 缩水了 所以我现在低价转让啊 要不然你正常价格转让 没人要我 听没意思吗 如果能证明这一点 那OK的 对吧 再一个呢 就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 通过什么呢 继承 或者是将股权转让给 给其提供 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 证明的什么 配偶啊 父母啊 子女啊 祖父母啊 外祖父母啊 分子女啊 外孙子女啊 兄弟姐妹啊 以及对转让人承担 直接抚养 或者赡养义务的 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说白了 直系清楚 对吧 要么你的直系清楚 要么你帮你去承担 这种抚养 赡养义务的 那个抚养人 赡养人 你给他是可以的 平价转让 甚至零转让 都是有可能 我们都可以认为 不需要进行核定 算是正当理由 就我给自己的父母 给孩子 给配偶 对吧 给祖父母 给那个我的抚养人 我那个赡养人 我们有特殊的关系啊 我哪怕低价转让 你管得着吗 你也不应该管 对吧 人情啊 好 相关法律 政府文件或企业 章程规定 并有相关资料 充分证明 转让价格合理 且真实的 本企业员工持有的 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 内部转让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实际上 既要能够找到证据证明 同时还得是内部转让 不能对外转让 不会引起对外转让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说 视为有正当理由 不需要核定 对吧 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 有效证据证明 其合理性的 其他合理情形 对吧 兜底措施 你能够证明你的合理性 我没想到啊 但如果你真的能证明的话 OK 我也可以符合这个条款 试用这个条款 来让你去 不需要进行核定 视为有正当理由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股权转让这个地方 怎么去继续 特别强调了一下 它在现实中 很容易出现核定征收的情况 对吧 好 最后一个利息股系红利索德 和偶然索德 应纳税额的计算 非常简单了 对吧 那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就是 利息股系红利 偶然索德 直接用你的应纳税索德额 应纳税索德额 就是你的收入总额呀 对吧 就是你的每次收入额呀 它没什么可扣的 没有资格扣东西呀 对吧 直接乘以试用税率呀 试用税率就是20%啊 说白了 他俩就是直接用收入 乘以20%去扣税 就完事了 那带扣带脚下来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 应纳税额计算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题目吧 一个计算问答题 当年考过的一个真题里边的一部分 2019年年初 王某将其自有的住房出租了 每月取得的租金收入是4500 就每个月能够拿到租金4500 我们不考虑其他的税费啊 就前面那些东西不需要考虑的 来计算王某在2019年度出租房产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非常简单啊 不考虑其他税费乱七八糟的情况 你的收入就是4500 那么4500跟谁比啊 跟4000比 超过4000打8折 来看一下 超过4000打8折 先乘以1减20%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税率是多少 个人出租住房10%的税率 对不对 360块钱的租金啊 这是每个月的啊 那么他问的是什么 2019年度出租房产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一年有12个月 一共43002 这是一个小坑啊 很多人算完360就跑了 开开心心的就跑了 人家问的是这一年哦 对吧 43002一定要注意啊 要细心 本期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没有考虑其他税费 那如果对租金收入 计征承建税啊 房产税啊 教育费附加啊等等啊 还应该将其从税前的收入中 对吧 先扣除后计算 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对吧 先把刚才那些税费 给他扣除掉 再去找到你的应纳税所得 再去计算你的 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好 比如说啊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上述的一体中 当年的2月份 发生了修理费用1200 对吧 房子出了一点点故障 修了一下 对吧 刷了一下墙 对吧 弄了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灯暖的系统等等 1200 那么这1200 我们注意 可以税前扣除 但是扣的时候 每次为多少 800为限 那么所以它需要靠 两个月 才能把它扣掉 所以问你 2月份和3月份的 应纳税额是多少 2月应纳税额 就是用什么呢 用你的4500 减掉一个800 减完了800之后 去跟那个4000比 对不对 减完800之后 显然是不到4000的 不到4000 那你就减800 对吧 减掉800 好 乘以10% 交290 当月交税少了 原来是360 现在你多了一个扣除吗 你肯定交税就少了嘛 对不对 好 三月应纳税额是多少呢 那么刚才已经扣掉了一个800的 我们说一共花了1200 还剩多少没扣 还剩400没扣嘛 那么400就在下个月扣掉 三月份扣掉 扣掉400 4500减掉400 剩多少 剩4100 4100跟4000 比是大于4000 大于4000 打8折 看到没有 打8折直接乘以80% 然后再去乘以10%的税率 得到328 也比之前应该讲到的360怎么样 少了 因为你有一个修缮费用 修理费用 就可以税前扣除一下 降低你的税付 对不对 这是对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关于应纳税额的计算 非常简单 接下来个人所得税的最后一部分 关于第三节 就是应纳税额计算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如何处理 那么这个特殊问题呢 在我们教材上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就是里边特别多的特殊问题 以至于你都觉得 所有问题都很特殊 对吧 就个人所得税 很多人都嫌得烦嘛 很碎嘛 这太特殊了 对吧 怎么一堆特殊呢 光特殊就这么多 对吧 那么在我们横考点里边 我们不讲那么多 没有必要给大家增加负担 我们就讲两个高频考点 对吧 两个比较容易考的高频考点啊 然后剩下的我们就到明年 我们基础班的时候 才一个一个展开啊 那么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年终奖 对吧 前面提到了啊 全年一次性奖金 相关征税问题的规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规定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 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 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扣脚义务人 根据其全年的经济效益 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 综合考核情况 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 对吧 就根据这个情况啊 我们向雇员去发放的 那个一次性的奖金啊 那么一次性奖金呢 也包括什么呢 所谓的年终加薪 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 根据考核情况 所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 对吧 就是说白了 你这个年终奖 在你们单位的名称 叫法可能不一样 对吧 但是呢 只要是针对你的工作 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业绩 然后进行的这种一次性的激励 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年终奖 然后来试用这个优惠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是多次分多次发放的那些奖金 能不能多次去试用优惠呢 那就很难 那就不行了 对吧 只能有一次机会 我们来看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在2023年12月31日之前 也就是说明年年底之前 可以选择什么呢 不并入当年的综合组的 这就是它的优惠核心 就是所谓的年终奖优惠的核心 在哪里 就是这一句话 可以选择不并入当年的综合组的 换句话说 可以选择什么 单独计税 而单独计税的好处什么呢 说白了 就相当于把你这个人啊 取得的个人收入拆成了什么 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普通的工资 一部分叫做年终奖 而拆成了两部分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边际税率可能就降低了嘛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 个人所得税是超额累进啊 契级超额累进啊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把你的收入拆的越岁 比如说拆成十部分 那你的税率就往往怎么样 会更低 听到意思吗 所以我拆的越多 你的税率就越低 但显然拆这么多是不合理的 对吧 你要拆这么多的话 大家都会拆 我就不用交税了 那不可能 对吧 所以实际上是年终奖 考虑到它的特殊情况 我给了一个特定优惠 我允许你能够单独计税 对吧 能够有助于降低 我们纳市人的税赋 按照以下办法来计税 由扣脚诱人在发放时 进行代扣代脚 也就是说 对居民个人取得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 我们不并入综合所得 怎么计税呢 我们允许你除以十二 除以十二个月 按照它的商术去找税率 哪个税率呢 依照按月换算之后的 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来确定适用税率 和你对应的 那个苏酸控除数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要用的 那个税率表是什么 按月换算过之后的 综合所得税率表 也就是所谓的月税率表 就综合所得 它的税率表 实际上有两张 一个叫年税率表 一个叫月税率表 大多数时候 用的都是年税率表 对吧 少数情况下 你比如说年终奖单独计税 用的是月税率表 这两个税率表的差别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教材 看一下 对吧 在前面的急剧那个地方 说白了就是除以12的问题 税率都是3%到45% 对吧 然后对应的素酸扣除数 也是一个12倍的关系 对吧 那这个地方年终奖 我就允许你怎么样 把你的那个年终奖的收入 除以12 按照这个税率表 去找那个税率 然后对应于这个税率表里边的 那个素酸扣除数 来计算个人所得税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对每一个纳税人 该继税办法 只允许采用一次 也就是说啊 就像我刚才讲的 哎 格老师啊 我们家这个单位啊 发这个所谓的年终奖 起码要发三回 对吧 上半年一回 年终一回 年底一回 对吧 随便你发多少回 只能用一次 你有意思吗 只有一次的使用机会 好 居民个人取得前年一次的奖金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 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来计算拉税 那你并入综合所得 就平平无奇了嘛 就说白了 跟你的工资金金是完全一样的 放到一起正常交税就行了 那你想按照我们现在的税收优惠啊 明年年底优惠到期之后 如果不延续的话 那么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并入综合所得来计税了 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个计算问答题吧 居民个人张某 2019年取得年终奖是多少 6万块钱 选择了单独计税 那你可以选吗 你选了单独计税 好 问张某取得的年终奖 应该讲到的个人所得税 是多少钱呢 这是2019年考题的一个节选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怎么交税啊 用你的这个6万去除以多少 12 得到的伤数是5000 然后去找那个什么 按月换算之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发现它对应的税率是多少呢 10% 没问题吧 对应的税率刚好是10% 然后对应的素算扣除数是211 所以张某取得的年终奖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非常简单 就是用你的6万直接去乘以10% 税率是10% 然后减掉一个素算扣除数是211 得到5790 听到意思吗 得到你这个地方是5790 就好了 没事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但实际上要更好的理解年终奖的计税办法的话 我们是需要展开讲更多的一些内容的 这个地方你简单的知道一下 它怎么算税就行了 好吧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们在后边讲到基础办案的时候 一定会更加详细的展开 讲一下来龙去脉 讲一下因果关系 对吧 为什么这么来 现实中怎么去用 都会告诉大家 好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 就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正税办法 就另外一个特殊问题 股票期权 那么首先来了解一下股票期权 企业员工的股票期权 我们简称股票期权是指什么呢 上市公司按照规定的程序 授予本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员工的 一项权利 这个权利允许我们这个 备授权的员工啊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以某一个特定的价格 去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的什么 股票 说白了往往是什么 比你正常的价格要低 甚至是低的多 要不然怎么能算基地呢 对不对 那如果将来你股票的价格 跌了的话 这是属于惩罚 对吧 那很多人肯定是不愿意去兑现的 懂我意思吗 就说白了 我给你这个股票期权 实际上呢 就是激励你跟我一起好好干 把企业干得更好 之后股价要怎么样 要往上走 才有利可图啊 对吧 就这个权利是允许你 被授权的员工 在未来时间内 以某一特定价格来购买 本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嘛 大家肯定是希望 你这个股票的价格怎么样 往上走 但是你买的时候怎么样 可以花钱低一点 这不就有差价 你就能赚钱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股票期权所得 那么上述某一特定的价格 被称之为所谓的什么呢 授予价或者叫失权价 就我给你的那个价格 就某一特定价格 授予价或者失权价 那么根据股票期权计划 可以购买股票的那个价格 一般是股票期权 授予日的那个市场价格 或者该价格的一个折扣价格 甚至是零 都有可能 对吧 就不要钱 对吧 都可能啊 那么要么是授予日的市场价 要么是该价格的一个折扣价 比较常见 或者是不要你钱啊 也可以是按照事先设计的 设定的一些计算方法来 约定好的一个价格啊 那么授予日 也叫授权日 是公司授予员工 上述权利的那个日期 就什么时候授予你这项权利的 给你股票期权激励的那个时候 对吧 行权日 行权也叫执行 是这员工根据股票期权计划 选择购买股票的过程 也就是说 到了那个约定好的时间 我要行权了 就意味着我要去买 我们公司的这个什么 那个股票了 行使上述权利的当天称之为行权日 也称所谓的购买日 就真正意义上去把那个股票买下来 对吧 这称之为行权日 也叫购买日 大家要首先理解清楚 这几个基本的概念啊 就一开始我给你这个基地的时候 叫失权 对吧 以一定的价格失给你了 对吧 将来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价格 去买我这个股票 然后呢 将来我们行权的时候 就是我真正要去以那个价格 去买我这个股票的时候 对吧 那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股票价格怎么样 要更高 然后我的价格呢 可以比较低的 就把那个更高价格的股票买下来 比如说一块钱去买那个十块钱的股票 那么这边就有九块钱的差价 就是公司给你的什么 激励嘛 对吧 你就有利可图啊 那你有利可图了 赚到钱了 你就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交税呀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股票期权所得性质的 确认及其具体征税的相关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啊 股票期权怎么来征税呢 我们要分两种情况来看 第一种呢 就是给你授予的时候啊 我们是不可以公开转让的 也就是所谓的不可公开交易 就我授予给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不允许你继续公开转让 不可公开交易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授予这个环节是不需要征税的 对吧 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不可以公开转让 不可以公开交易 说白了 你这个变现是没有变现的 对吧 我只是给了你这样一个权利 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权利直接拿到钱 对吧 没有变现 那就不征税啊 那么行权之前如果你要转让了 你就没有耐心吗 没有等到行权那个时候 你就把它转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说白了 你就有所得了 你变现了吗 那我肯定要征税的 对吧 所得额是什么 就是你转让的一个什么 净收入吗 你转让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净收入 然后我把这块东西作为你的什么 工资薪金所得来征税 注意啊 它不是股权转让所得 不是所谓的财产转让所得 而是工资薪金所得 为什么 说白了 你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所谓的股票期权 完全是因为你是给我打工的 对吧 是因为你的工作业绩 你的表现比较好 我才给你的股权激励呀 对吧 股票期权的激励呀 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本质上是你的任职期间的一种 工资薪金 对吧 搞清楚它的所得性质的界定 好 行权之前转让的话 我们要对净收入征税 它是按工资薪金 那如果行权的时候征税 这是最常见的 对吧 就我等到行权了 我去征税 对吧 那么这个所得是什么呢 说白了 行权日的市场价减去你的购买价 对吧 就市场价跟购买价之价的差额 不就是你挣的钱吗 乘以我收予你的股票的数量 那么这个东西 界定为工资薪金所得 然后来正常征税 但是在界定为工资薪金所得 正常征税的时候 我给了税收优惠 待会跟你讲 税收优惠是怎么给的 对吧 你现在已经知道 它是要作为工资薪金来征税的 好 那么如果我持有这个股权呢 我在持有期间获得收益了 比如说股息红利 对吧 有利息股息红利的所得 那么按照这个方面来征税呀 对吧 利息股息红利吗 那这里边我们要区分为什么呢 你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还是非上市的 如果上市公司的话 我们要区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持有时间超过一年的 说白了 我拿的时间很长 对吧 持续时间超过一年了 我给你免税 说白了 股利长期持有 那如果是在一年和一个月之间的 就是超过一个月 没有超过一年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减按50% 打个五折 对吧 就说白了按10%征税嘛 那如果你是持股时间 没有到一个月 对不起 短线的全额20%征税 利息股息红利 没问题吧 这是针对你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 那如果你持有的是 其他股的话 全额寄税 对吧 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好 最后 行权之后 我转让 对吧 我行权了之后 拿到这个股票了 但是我怎么样 我后来把它卖了 卖了的话 分两种情况 如果你卖的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那我们要知道 上市公司流通股 二级市场卖股票的话 是怎么样 暂时免税的 我们是给你免税优惠的 免税了 好 那要么呢 就是 要么就是其他股 其他股呢 这个所得就是转让的净收入 对吧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征税 就完事了 20%的税率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财产转让所得 就不是前面的工资薪金了 因为说白了 你已经行权了 拿到这个股票了 然后你又对外转让了 对吧 然后就是财产转让所得 来征税就行了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图也好 这个表也罢 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讲完了第一部分 不可公开交易的 那如果你取得的时候 它就可以公开交易呢 对吧 授予的时候就可以公开转让 那么对这种情况下 你在授予的时候 说白了就能变现了嘛 对不对 那就应该怎么样 征税了 所以它的所得额就等于 授予日的市场价 减掉你的购买价 用你授予日的市场价 减掉你那个购买价 然后乘以股票的数量 直接得到你的所得 然后去征税 同样的道理 把它确认为什么 工资信金 那么行权的时候 既然你在授予的时候 已经交过税了 对吧 行权的时候肯定就不需要征税了 不能重复征税嘛 对吧 但是将来你在转让的话 那么就要看了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还是一样的道理 暂时免税 对吧 如果是其他股的话 就按照转让净收入 财产转让所得 20%来征税 没问题吧 这是我们对它的强调啊 它如何来征税 不同的环节 怎么处理 一定要区分清楚 那么前面我跟大家讲啊 我们确认为 工资信金的时候 作为股票期权 当做工资信金所得来交税 我给了你税收优惠 对吧 属于工资信金所得的 在2022年12月31日之前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 看到没有 在今年年底之前 不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 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来计税 什么意思啊 就说完了 本来我作为工资信金 理论上是要并入综合所得里面计税的 但是现在我给了你一个优惠 在今年年底之前 马上要到了啊 马上要到期了优惠 优惠到期之后 能不能延续 这要看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考虑 那么按照现在的时间节点 今年年底到期 那么在这之前 你可以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单独计税 单独计税 它的好处 不就还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意思吗 对吧 相当于把收入拆成了两部分 边计税率会降低 税付就会降低啊 而且人家单独计税的时候 适用的是什么呢 适用的是按年计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它跟年终奖单独计税还不一样 年终奖用的是月税率表 而这个股票期权的这个地方 用的是年税率表 而用年税率表 它的减税力度会比月税率表怎么样 更大 因为它减掉的速算扣除数不一样啊 对吧 年税率表对应的速算扣除数 是月税率表速算扣除数的12倍啊 各位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税收优惠的力度 实际上是蛮大的 好 这是针对股票期权 我们怎么去征税的一个基本情况 凡取得股票期权的员工 在行权日 如果不实际买卖股票 它如果压根就不买很常见 或者说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个情况 它不是真的去买 它是什么呢 它是按照行权日股票期权 所指定的股票的市场价 和失权价之间的什么 那个差额 说白了 我就是为了赚这个差价啊 对吧 直接从授权企业取得价差收益的 这不就更像工资薪金了吗 对吧 它就是工资薪金啊 那么该向价差收益 应作为员工取得的股票期权形式的什么东西啊 工资薪金所得 只是用这个名义 让你赚到的这个钱 对吧 然后把它作为工资薪金所得 按照上述规定 怎么来 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了 就说白了 我有这个权利 按照一定的价格去买那个股票 但是呢我不想买 对吧 谁知道你们家股票好不好 我其实都不觉得你们股票好 对吧 你干脆把那个差价给我算了 对吧 我就用这个差价 我就用这个差价 落袋为安啊 对吧 看起来今天你这个股票是涨了 明天呢可能就跌回去了 对吧 没有意思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实际上落袋为安 直接要差价 就直接把你当工资基金 来交税就完事了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了关于 股票期权相关的情况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讲完了 对吧 还是回到我们前边 跟大家一开始 隐穴思考的时候 提醒大家的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学完了这个 个人所得税之后 我们要问自己 对吧 纳税人的问题 对吧 征税范围的问题 对什么玩意儿征税啊 对吧 九种所得 对吧 有综合的 有分类的 对吧 然后每一种所得 为什么这么征税啊 我们要搞清楚 对不对 然后对应的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怎么算 对吧 应纳税额怎么计算 我们今天晚上讲的 对不对 以及接下来 我们后边看到的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 特殊问题的处理 包括年终奖 包括股票期权 对不对 我们只是举了两个 高频考点给大家举例 说啊 但实际上到了基础班 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我们还有更多的特殊情况 就跟大家去展开讲 好 这是关于个税 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专题六 小税种 专题六的小税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上来跟大家看一下 引学思考啊 小税种这个部分呢 说白了就包含了 除了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 四大税种之外 剩下的13个小税种啊 我们说中国有18个税种 除了四个还剩14个 但有一个印花税呢 我们这个今年印花税法 刚刚实施 对吧 所以我们估计 我们整个的教材里边 关于印花税会有大的变动 应该是按照新的印花税法 来收录啊 所以明年教材出来之后 我们按照最新的内容来讲 这个地方很好 点误就不展开了啊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 这13个小税种 到底是对什么玩意儿 征税 对吧 这13个小税种 对什么东西征税 那么接下来 这些小税种应该怎么去 寄税 这就是核心问题 然后对于部分小税种 它的税收优惠会比较重要 对吧 有哪些优惠 我们会讲到啊 但是不是所有的小税种的 税收优惠都很重要 对吧 要分情况啊 所以在横考点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引学思考 大家要回答的 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对吧 对什么征税 如何寄税啊 好 基本框架 大家来看一下 就这个专题的内容呢 肯定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把13个小税种 放到一起了吗 我们分了五节的内容啊 大家来看 第一节呢 两个税种 承建和烟业税 我们待会马上要讲啊 承建和烟业税 第二节 关税和传播增税 说白了 这两个放在一起 都是涉外的 对吧 都是涉外的啊 第三个就是资源税 环保税 说白了都是资还相关的 对吧 保护环境的啊 第四节就是房地产相关的五大税种 对吧 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代用税 房产税 汽税 以及土地增值税 房产五大税种 对吧 最后第五节 涉及到车的两个税 一个车辆购置税 一个车船税 对吧 然后整个加起来 一共13个税种 啊 13个税种 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专题6 要解决的问题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看到 第一节 关于成建和烟业税 两个小税种 老规矩看一下考勤啊 那么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分值和题量 从考察上来讲 一般来说也就是2.5分 2.5分意味着什么 两道题嘛 对吧 要么两道客观题 要么一道客观题 加上一道主观题里边的疑问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说是 一道两道客观题 再加上主观题里边 可能会有疑问 你像成建 放在主观题里边很常见 跟增值税放到一起 有可能 对吧 完全有可能 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啊 第二点呢 就是地位和特点 很明显 小税种啊 但是呢 影响很大啊 你比如说这个成建 搞城市维护建设的 大影响 对吧 多与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结合出主观题 对吧 很容易出现在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的主观题里边 但是相对来说呢 简单易懂 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东西啊 好学 对吧 第三点 学习备考的建议 就是要结合 我们前面讲过的四大税种 尤其是四大税种里边 这三个 对吧 结合他们仨 然后呢 适当的投入精力 来学习就可以了 对吧 难度很低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我们就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一个呢 就关于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第一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税率 计税依据和怎么去计算纳税 就完事了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纳税义务人和征税范围 纳税人又哪些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就是你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那是人 对吧 就说白了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我在之前入门片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它是一个典型的 抱大腿吃软饭的税呀 对吧 就是人家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时候 你就顺便跟人家争 它叫付税 对吧 付争的一个税种 附加在人家身上 对吧 吸附在人家身上 抱大腿吃软饭的 对吧 就应该依照规定来缴纳 城市维护建设税 上述单位个人呢 包括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 其他企业 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军事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单位 以及各地公商户 及其他个人 对吧 就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呢 非常广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征税范围较广 具体来说包括什么呢 包括市区 县城 建制镇 以及税法规定的 其他地区 对吧 就说白了 我在哪些区域内 需要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你会发现 没有你想不到的 对吧 没有他不征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不征的 对不对 包括什么 市里边我要征 县里边我要征 镇上我要征 以及税法规定的 其他地区 税法规定的 其他地区在哪啊 最常见的 村里 对吧 还有一些特殊的 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呢 钻井平台 就是油气田 上边有一些钻井平台 都是在海上的 对吧 搞一个钻井平台 那玩意面积也不小啊 那个地方也是属于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征税范围 对吧 所以它的征税范围 实际上是很广的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大家来看 税率 计税预据和 应纳税额的计算 首先上来呢 就是关于税率 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按照纳税人 所在地的不同 就看你在的地儿不一样 我们就设置了 三档地区差别 比例税率 我们之前讲 这个比例税率 有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对吧 就不同地方 真的不一样啊 对吧 那么这个地区差别 怎么体现的呢 我们来看啊 就市区 我们至7%啊 县城和镇 都是5% 然后上述以外的地区 象征性的争你1% 说白了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村里啊 钻井平台啊 等等这些地方 1% 对吧 市里边7% 县城和镇 都是5% 其他地方1% 非常简单 这就是他的三档地区差别 比例税率 那么所谓的 这个纳税人所在地 是指纳税人住所地 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 相关的其他地点 具体的这个地点呢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来确定 那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税率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 计税依据 这是重点啊 就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计税依据 是指纳税人 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的税额 就是所谓的 你这个计税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了 你是跟人增值税 消费税来抱大腿 吃软饭的 所以他的计税依据 实际上是什么 是人家应该已经实际缴纳的 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和消费税的税额 他是以人家的税额 作为计税依据的 对吧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 就应该作为计算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 所以这里边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计税依据呢 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哪些 不包括哪些 就说白了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吧 它包括哪些消费税 增值税 又不包括哪些 我们要搞清楚 包括哪些呢 向税务机关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和消费税 这个毫无疑问 没有问题 对吧 第二个 被税务机关查补了 被人家查了 查完了之后 你要补那些增值税 你之前少交了 被税务机关查补的增值税 消费税 当然也是城市维护 建设税的什么 积水一举 没有问题 以及第三个什么呢 叫增值税的免底税额 这个呢 是一个有难度的东西啊 它是我们 在横考底里边 没有跟大家讲的 关于出口退税的内容 对吧 我们明年讲到基础班的时候 会好好的跟大家聊这个事 我这里呢 简单一句话解释一下 所谓的免底税额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做出口的那些企业 本来在内销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把商品 卖到国内其他地方 我在内销过程中 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但因为有出口退税 这个机制啊 我经过了出口退税的 免底退税之后 我可以免底了 我那个税没有交 对吧 那个增值税没有交 被它出口退税的部分怎么样 给免底了 听到意思吗 但是呢 这个税本来是我实实在在 在内销的过程中 应该交的税吧 应该交的 如果没有出口退税这个机制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交这个税 是应该交的税 是我实实在在 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对吧 所以它就应该成为了 城市维护监视税的什么 一个积水一句 听到意思吗 所以这个免底税额 是应该算进来的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期末的留底退税 是可以从积税预计中 怎么样扣除的 对吧 去扣除的 为什么 留底退税的机制 我前面讲过的 就说白了 削向减进向 如果进向足够大 抵不掉怎么办 就变成负的了 对吧 那我们要么就留待 下期继续抵扣 要么就是采用什么 退税的模式 那么这两年 我们在留底退税方面的 改革力度非常之大 尤其是22年 对吧 明年肯定是一个考察的重点 那么留底退税 在本质上是退回来 你不应该交的增值税 听到意思吗 就说完了这个 本来就不是我交的 不应该交啊 对吧 只是因为削向不足 不足以抵扣 那你现在就把它退回来 不要占用我的资金成本 降低我的负担嘛 所以它本来就不是我应该交的增值税 那凭什么跟着交成奸呢 听没意思吗 所以它本来就不是要交的增值税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的留底退税 就可以把它从计税依据中怎么样 提出去 对吧 它就不会成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计税依据 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是 我要交的增值税 没问题吧 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 这是我们说的包括啥 不包括啥 不包括啥里边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还有什么呢 进口货物 讲到的增值税的税额 消费税税额 以及境外单位和个人 向境内销售老物服务 无形资产所缴纳的这个增值税 都是不争的 说白了 进口不争 为什么 这就要回归到 我在入门片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个东西 从初中上来讲 它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看它原来的名字 叫城市维护建设费 是搞什么 搞城市维护建设的 虽然它现在已经名不符实了 因为我们搞城市维护建设 实际上有一般公务预算来解决 但是我之前在入门片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我说税收在本质上是什么 是纳顺向政府 在购买公共服务花的钱 听到意思吗 我为什么要交税 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 公共服务 自己搞不定吗 所以把钱交给政府 你来报告 而政府之所以有资格 向我收税 因为拿了我的钱 就要给我办事 对不对 权力跟义务是对等的 对吧 那么回到这个地方 我要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话 我们劝自己 我们骗自己 我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享受你给我提供的 城市维护建设这样的公共服务吗 听到意思吗 就我之所以要把这个税交给你 就是因为你拿了这个钱 就要给我去改善公共服务 那么好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城市维护建设税本身 是公共服务的一个对价 对吧 而进口货物 是人家国家生产的 听到意思吗 人家国家生产 进口货物的那个东西的过程中 有没有用到过 我们国家的进口的公共服务 有没有用到过 我们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 没有吧 对吧 人家是在人家国家那边 享受了公共服务 所以我们凭什么 对人家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国内这些商品的销售过程中 招的增值税消费税 你可以负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是因为你在国内 生产加工的过程中 享受了我们的公共服务 道路啊 交通啊 桥梁啊 社会治安啊 对吧 这不都是公共服务吗 明白我意思吗 公共品啊 但是你国外的产品 国外给你提供的服务 人家是享受了 人家国家的公共服务 跟你们国家没有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凭什么像人家 征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 不应该征 对我意思吗 这就是进口不征 好 那么除增值税消费税以外的 其他税 其他税凭什么呀 我本来我抱大腿吃软饭 跟着这俩蹭就不错了 对吧 日子过得已经蛮好的了 对吧 你还好意思跟其他的吗 对吧 你还要不要脸了 不行 对吧 除了增值税消费税以外的 其他税 不能构成他的继税一句 好 非税款项 就纳税违反了增值税 消费税的有关规定 被加收质纳金和罚款了 对吧 你违反规定了吗 被人家加收质纳金了 加收罚款了 那么这些都是不会包含在 继税一句里面的 就你的质纳金 你的罚款 不会构成继税一句 那么这是我们强调的 不包括特别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对出口产品退还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我们不是有一个出口退税吗 对吧 就把你征过的增值税 消费税尽可能的退掉 让你没有税的情况下 走出去跟其他国家的商品产生竞争 明白意思吗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产品卖到人家国家的时候 人家国家进口的这个环节 是要在进口环节 争你的这个进口增值税 消费税的 所以我们要给你搞出口退税 但是我给你搞出口退税 退掉的增值税 消费税 也不能退还已经缴纳的 城市维护金实税 为什么 道理跟我刚才讲的逻辑是一样的 因为你这个出口的商品 你在国内生产的过程中 是不是享受了我们的公共服务 对吧 你享受了我们的公共服务 你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 城市维护金实税交上来 对吧 哪怕你现在走出去 跟其他国家竞争了 我可以给你把增值税 消费税退掉 但凭什么把城市维护金实税 给你退掉 不给你退 对吧 因为你已经享受过公共服务了 听没有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两件事放到一起来理解 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对吧 进口不争是因为你没有享受 我出口不退 是因为你已经享受了 对吧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一定要注意啊 计税依据 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重点 好 那么一搓一混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强调一下 就是增值税消费税这个地方啊 你要注意 如果我们减免的话 如果对你的增值税 进行了一定的减免 比如说享受了什么 税收优惠 我进行了减免的税收优惠 那么就会同时减免 你的城市维护金实税 听没意思吗 也同时减免 但是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是先征后退的情况 先征后反的情况 急征急退的情况 什么叫先征后退 我就先征上来 后给你退回去 对吧 先征然后再给你反回去 或者急征 然后征上来 马上再给你退回去等等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是不退还 城市维护金实税的 说白了 这种情况下 我把这个增值税消费税 我征上来 哪怕我有一个先征后退的机会 我有这样的一个先征后退的机制 我这个税本来也是应该先入库 然后再出来的 那么这个城市维护金实税 不会跟着出来之后 去进行退还 他不像前面讲的什么 减免 前面的减免是直接一开始 征的时候我就少征啊 要么就没征啊 听没意思吗 而这个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 急征急退 是先征进来入库了 然后又拿出钱来退回去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城市维护金实税 不退的 要注意这一点 不退不反 城市维护金实税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混一错的一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应纳税额的计算 搞清楚了 计税依据之后 后边这个事就简单了 城市维护金实税 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大小呢 是由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的税额决定的 其计算公式怎么来算呢 就是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的税额 直接乘以适用税率就完事了 要么7 要么5 要么1 非常简单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吧 2020年考过的一道真题 下列关于城市维护金实税 税务处理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是 A 收取的污水处理劳务收入 免征城市维护金实税 这个题有难度 尤其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 大家的知识点可能不足 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在考什么东西呢 就污水处理劳务 它实际上属于资源综合利用的一种情况 而资源综合利用在增值税上 是可以适用急征急退的 适用急征急退的税收优惠 刚才跟大家讲了 有没有能不能把这个 承受国金实税给你退掉 给你免掉 不能 它其实考的是这个点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考点啊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有困惑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讲的不全嘛 横考点只讲了重点嘛 对吧 到明年我们讲完基础班 这个问题的选项 你会变得更加简单 对吧 所以A选项 现在来看有点难 对吧 我解释一下啊 把A不对 拿掉 B实行期末留底退税的纳税人 准以从城市卫护金实税的 继税依据中 扣除退还的增值税 税额能不能退 可以 我前面讲了 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 人家应该交的税 对吧 这不是他应该交的税啊 他就不应该交这个税啊 对吧 你退回去 当然应该从里面扣出去 所以B是对的 所以你能够看到B 确定的能够把B选出来 作为一个单选题正确的 已经做完了 对吧 所以A选项虽然难 但是你依然能够把这个题做对啊 C退还出口产品增值税的同时 应该同时退还已经较大的 城市卫护金实税 这就所谓的出口退吗 出口不退 D 海关进口产品代征的增值税 应该同时代征 城市卫护金实税 进口争不争 进口不争 所谓的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所以正确大家选B 没问题吧 单纯看B选项 确定的也能选得出来啊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题啊 2019年考的一道真题 位于某县城的假企业 在2019年的7月份 缴纳增值税是80万 其中含有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呢 是20万 那这意味着进口不争 把这20万抠出去 所以这里边能够寄税的 只有多少 60万 好 接下来缴纳消费税是40万 含有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也有20万 这20万也不争 所以这里边能够寄税的是20万 所以实际上它的寄税 依据是多少 60加20 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80 其中含有进口环节 这个假企业 当月应该缴纳的 城市维护进食税 到底是多少啊 寄税一句不就是80万吗 对不对 税率是多少啊 在哪里 在县城 县城的税率是5% 对吧 80乘以5% 4万块钱 正确大家选C 没问题吧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成建税的基本情况 接下来第二个考点 烟业税 烟业税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呢 就是看一下 它的纳税义务人和征税的范围 第二个呢 是税率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第三个呢 是关于征收管理 烟业税呢 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 对吧 非常小的税种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 纳税义务人 在中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照中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的规定 收购烟业的单位 就是烟业税的纳税人 对吧 注意这里边啊 是哪个作为烟业税的纳税人 是收购烟业的单位 一定要注意 是收购烟业的单位 作为烟业税的纳税人 说白了 谁啊 烟草公司啊 烟草公司去收购烟业啊 对吧 征税的范围呢 很简单 就是晾晒烟业和烤烟业 那它的征税范围 就是我们那些晾晒的烟业 烤的烟业 你收购这种烟业的时候 你要交税 好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税率 应纳税额的计算 税率也非常简单 比例税率20%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20%的比例税率 非常简单粗暴 应纳税额的计算呢 烟业税的应纳税额 按照纳税人 收购烟业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乘以税率来计算 对吧 也就是说这里边 我们这个应纳税额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你收购烟业实际支付的 什么 价款总额 也就是你的计税依据啊 对吧 乘以税率 我们知道税率是20%吗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共同点 就是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怎么来看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就包括 纳税人支付给烟业生产销售单位 和个人的烟业收购价款 和价外补贴 也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有两块 一块是我支付给这些烟业生产销售单位 和个人的烟业收购价款 还有一块叫做价外补贴 而价外补贴怎么来认定呢 统一按烟业收购价款的10%来计算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就是你收购价款的1.1倍呀 对吧 就1加10%吗 你那个10%就是价外补贴 我们统一规定的呀 我不管你实际上给的价外补贴是多少啊 统一按收购价款的10%来算 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容易混淆的支持点 那为了防止大家混淆 我这个地方就不说了 就我们到基础班的时候再说 跟增值税有一个关联的地方啊 计算公式怎么来做 大家来看 实际支付价款就等于收购价款乘以多少 1加10% 也就直接乘以1.1嘛 对吧 应纳税额就等于实际支付价款乘以税率啊 也就是收购价款乘以1.1 直接乘以百分之多少 20嘛 对吧 这就是他应纳税额的计算 就这么简单 好 接下来第三个征收管理 烟业税呢 很喜欢考一下征收管理 对吧 因为这里面呢 喜欢出现在客观题里边 搞个多选题啊 单选题啊 对吧 混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征收管里边主要的几个要素 一个就是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什么时候啊 就是纳税人收购烟业的当天 收购烟业的当天 就是所谓的纳税人向烟业销售者去 付气收购烟业款项 就我给了钱 或者是开具收购烟业 凭据的当天 我们称之为收购烟业的当天 对吧 付气收购烟业的款项 或者开具收购烟业凭据的当天 那么这些就是你发生纳税义务的时候 发生纳税义务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发生纳税义务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纳税的地点在哪里呢 应当向烟业的收购地的主管收购机关 申报缴纳烟业税 这是特别要注意 很容易考大家 也很容易干扰大家的 注意是烟业收购地 不是纳税人所在地 不是纳税人的什么机构所在地 听到意思吗 烟业收购地 在哪收的烟业就在哪交税 接下来纳税期限按月计征 按月计征 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 月终了之日起 15日内 就次月的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就完事了 好吧 好 这就关于征收管理的基本规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考题 2019年的7月份 假释的某烟草公司 向乙线某烟业种植户收购了一批烟业 注意这里面涉及到假释 又涉及到乙线 你看地点上很有可能要 坑大家了 对吧 然后收购价款的是100万 价外补贴的是10万块钱 这个地方没有埋伏个坑 就说白了 价外补贴刚好是收购价款的多少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10%的话 就有坑了 那就有坑了 那你要注意 如果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写个8万 写个12万 你要注意 我们算真正放到你的收购价里边的时候 我们应该按10%来算 没有意思吗 不是按他实际的那个8或者12 当然这个地方人家实际上给了10 比较善良 对吧 没有设计坑 好 下列关于该笔烟业交易 涉及到烟业税征收管理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有哪些 那是人是谁啊 是烟草公司 谁收购烟业 谁就是啊 A对的 B应向假释主管税购机关申报纳税 是向假释吗 不是的 不是机构所在地 是烟业收购地 是以限去申报纳税 C应纳税额是22万 我们来看一下 100去乘以1加10% 也不就是110吗 然后再乘以多少 20% 对吧 100乘以1加10% 乘以20%就是22万 没有问题 所以正细答案这个C也是对的 D应在次月15日内申报纳税 没问题 ACD都是对的 对吧 讲完了 烟业税就这么简单 小税种嘛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 关于关税和船舶敦税 我们再讲两个小税种啊 关于关税和船舶敦税呢 我们来看一下考清的分析 第一个分支和提量 我们来看 从考察上来讲呢 差不多会有个2.5分 2.5分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来说两道客观题 也有可能会在主关题里边 埋伏上一问 比如说关税 放到主关题里边埋伏一下 有可能 对吧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在2.5分到3.5啊 3分啊左右 这样一个水平 有可能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一个分支和提量 第二个地位和特点 小税种 但是高地位 关税很重要 而且关税跟增值税 消费税的结合是怎么样 很紧密的 对吧 涉及到进口环节的时候 结合非常紧密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要高度重视 对吧 虽然是小税种 但是要注意它 那么好处是什么呢 简单易懂 性价比高 就说白了 没多少内容 又很好理解 对吧 学好了分数就能拿到 对吧 基本上100%一定能拿分 所以这个呢 性价比比较高 学习备考的建议呢 就是好好的结合一下 我们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贯通的 对吧 然后呢 适当的投入精力 把该拿的分数 拿到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关于征税对象和纳税义务人 注意啊 这个地方的所谓的征税对象 纳税义务人 都是针对谁来说的呢 针对关税来说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专题里边 表面上开始关税和传播敦税 但实际上 就这个小节里边是关税和传播敦税 但实际上主要讲的都是什么 关税 只有在最后一个考点的时候 简单说一下传播敦税 因为它太小了 它跟燕野税就是 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嘛 对吧 最小的两个税种嘛 微不足道 对吧 一个六十多亿 一个一百来亿 对吧 没几个钱 我们来看一下征税对象 纳税义务人 那么首先来看到征税对象 就是关税的征税对象是什么呢 是依法对净出净的货物和物品 来征收的一种税 就关税啊 是对净出净的货物和物品 来征收的一种税 对吧 那么所谓的货物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具有贸易性质的那种商品 就可以买卖的 对吧 它有贸易性 我们把它称之为货物 这种商品啊 而所谓的物品 物品是什么呢 就说白了我自己用的 对吧 不具有贸易特征 虽然现实中也可以往外卖 对吧 卖旧货都是有的吗 卖二手货都是有的吗 对吧 但是呢 通常我们认为这是你自用的 这物品是指入境旅客 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个人的邮递物品 各种运输工具上的服务人员 携带进口的自用的物品 馈赠的物品 以及其他方式进境的个人物品 对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一个货物是用来贸易性的 买卖的 一个是个人自用的 你自己带进来的 对吧 自用的一些物品 这是它俩的差别 但不管怎样 都是要征税的 只不过进境物品 在进境环节要交的税 我在之前入门片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叫什么 叫行邮税 就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打包简易征收的一个办法 叫行邮税嘛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税种 它本质上还是在交关税 交增值税交消费税 接下来纳税义务人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就进口货物的那个收货人 出口货物的那个发货人 进出进货物物品的 物品的那个什么 所有人 就是关税的纳税义务人 对吧 要么你进口货物那个收货人 要么你出口货物的那个发货人 要么是进出进物品的那个什么 那个所有人 就归谁呀 对吧 属于谁呀 所有人 是关税的纳税义务人 那么进出进物品的所有人里边 包含什么呢 包括该物品的所有人 和推定为所有人的人 注意这个界定 就这个进出进物品的所有人 包括什么呢 该物品的所有人 和推定为所有人的人 这里边有一个所谓的推定所有人 推定所有人什么概念 对吧 就是说白了 表面上可能不是你的 就有可能真的不是你的 但我推定是你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大家来看 携带进进的物品 携带进进的物品 有可能不是携带人 是有拥有这个东西 他可能替别人带的 对不对 有可能吗 完全有可能 给亲朋好友带的东西 对吧 出去帮人家带货了吗 对不对 但是我推定所有人 我就推定你这个携带人 就是所有人 要不然我哪知道 到底是给谁带的呢 没有人承认怎么办 我怎么征税呀 我就推定你这个携带人 就是那个所有人 听没有意思吗 这就是推定所有人啊 谁让你携带进进的 再一个分离运输的行李 进出进的旅客 作为那个所有人 分离运输的啊 我分开运输的 对吧 那进出进的那个旅客 你跟货物 跟那个物品 虽然分离啊 这个运输了 对吧 但是你这个地方 你那个进出进的旅客 本身 我就把你作为 所有人推定啊 第三个 以游递方式进进的物品 游递进进 海淘 对吧 游递进来的 收件人 我就推定为所有人 我管你是替谁收的 你可能就是一个微商 对吧 你还是二手贩子 你要往外倒卖倒卖的 有可能 但是我就把你当所有人 能够确保把税 挣得上来 对吧 然后游递或其他运输方式 怎么样 出进的物品 出进的物品 就说白了 寄件人 或者是托运人 作为那个所有人 那寄件的 或者托运的 作为那个所有人 就可以了啊 这叫做推定所有人 就有可能真的不是你 但是我推定就是你 对吧 你来帮我把这个税 交上来啊 好 接下来第二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 关于关税的税率 关税的税率呢 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进口关税的税率 第二个是出口关税的税率 对吧 那么来看一下 进口关税的税率 进口关税的税率呢 进口货物的税率形式 是首先要介绍的 从2002年的1月1号开始 就加入WTO了 我国的进口税则 就会设有什么呢 设有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配额税率 等多种税率形式 对吧 有最惠国的 就跟我们国家签订了 最惠国待遇的那种 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有特殊协定优惠的 对吧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没有最后个待遇的 普通税率 配额税率 配额税率什么概念呢 就有一些限制进口的东西 在配额以内的 我们税率比较优惠 配额以外 对不起 税率就很高 我限制你嘛 对吧 等等各种各样的税率形式 对进口货物在一定期限内 可以实行什么呢 暂定税率 对有一些还能实行暂定税率的 说白了 特殊时期 特定情形下 我给你一个特定的优惠 暂定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看到的暂定税率 那么这里边呢 这些税率怎么去适用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 适用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的国家或地区的名单 由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来决定 一定要注意是谁来决定的呢 不是海关总署 不是财政部 不是国家税务总局 是一个比他们更高级别的 叫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呢 是副国级领导来兼任的 注意要是副国级的领导来兼任 但是他的办公室设在哪呢 设在财政部的关税司 也就是说所谓的关税税责委员会 真正干活的 是财政部的关税司在干活 财政部关税司的那个司长 是作为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来具体的干活 但是整个的这个关税税责委员会 它本身级别是很高的 因为它可以协调什么 包括财政部 发改委 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等等各个部级单位 它可以统一协调 所以它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 副国级领导来领导 对吧 来统筹 好 注意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进口货物税率的 适用规则 怎么来适用税率呢 刚才讲了一堆形式的税率 对吧 到底什么情况下 用什么税率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暂定税率优先适用于 优惠税率或者最惠国税率 就暂定税率啊 和优惠税率最惠国税率 统一同时出现的时候 谁用呢 试用最惠国税率的进口货物 有暂定税率的 一律试用什么 暂定税率 那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暂优于会 暂优于会 就暂定税率优先适用于优惠 或者是最惠国的税率 暂优于会 第二个 当最惠国税率低于或者等于 它的协定税率的时候 协定有规定的 就按照协定的规定来进行执行 然后协定没有规定的 两者怎么样 从低来试用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 有协从协 无协从低 有协从协 无协从低 对吧 就是最惠国税率低于等于 这个协定税率 只要有协定的 就按照协定来 没有协定的就从低 有协从协 无协从低 第三个 适用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有暂定税率的 也就是说 既有协定 又有特惠 又有暂定的 那么就应当 从低试用税率 就是这三个都很优惠 说白了 我们就找那个最低的就行了 找那个最低的 从低试用 所以记忆的口诀是什么呢 刚才跟大家讲的 就第一个叫 赞优于会 就暂定是优于会的 赞优于会 对吧 然后第二个叫 有协从协 无协从低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叫做协特赞从低 就是协特赞 对吧 就你那个协特赞 你那个协特赞 协特赞怎么样 从低 对不对 好 赞优于会 有协从协 无协从低 协特赞从低 这是我们的一个记忆口诀 帮助大家理解记忆的 对吧 好 第四个 按照普通税率来征税的 进口货物 注意 不适用暂定税率 也就是说 这个货物它本身是 适用普通税率的 它没有最后国的待遇 说白了 那它就没有资格去享受 那种暂定税率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 特别批准 要特别批准的 可以对那些普通税率征税的 可以适用什么呢 最惠国税率 那最惠国税率 通常是不会比你这个 暂定税率更优惠的 对吧 或者反过来说 暂定税率往往要比你的 最惠国税率怎么样 更加优惠 那我们前面说了 赞优于会吗 这个意思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适用规则 第二块 关于出口关税的税率 这个很简单 出口关税 税则就是一栏税率 就这一栏 也就是出口税率 那么国家仅对 少数资源性的产品 以及那些易于 竞相杀价 盲目进口 需要规范出口秩序的 那些半制成品的 征收出口关税 对吧 需要去规范出口秩序的 对吧 说白了 要保护的 减少出口的那些半制成品 征收出口关税就可以了 资源性的一些产品 很少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展开了 那么接下来 第三个考点 关税的完税价格 与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是重点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 完税价格的确认 那么分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一般进口货物的 完税价格 第二个出口货物的 完税价格 第三个应纳税额 怎么计算 关键在于第一点 就一般进口货物 怎么来确认你的 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的 完税价格包括什么呢 包括货物的货价 货物运抵我国境内 输入地点 起泄之前 就说白了 还没把它泄下来呢 对吧 起泄之前的运输 及相关的费用 以及保险费 就说白了这边 包括什么呢 包括货价 包括运到我们这儿 起泄之前 所发生的运输 及相关费用 对吧 以及保险费 那么这是一个 基本的内涵 就进口货物的 完税价格 起码应该包括什么 包括你的货价 运输费 加上你的保险费 对吧 那么具体的看 进口货 完税价格的确定方法 大致可以分为 两大类来确定 第一种呢 叫做成交价格 估价的方法 就基于你的成交价格 进行估价的那个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进口货物 海关估价的方法 通过海关来进行估价 对吧 那么首先来看 第一个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就以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作为基础 来进行什么 调整 对吧 以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作为一个基础 来进行调整 从而确定进口货物 完税价格的一个估价方法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在你找到进口货物的 成交价格之上 我们怎么去进行调整呢 哪些东西能够纳入到 这个完税价格里边来 哪些东西不应该纳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 我们来看 采用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应该计入完税价格的调整项目 这就是要考的了 就客观提醒 考你 对吧 哪些应该计入 有买房负担的 除了购货佣金以外的 佣金和经济费 对吧 就说完了买房负担的 一些常见的佣金啊 经济费啊 你为了买这个货 买这个东西 所发生的佣金经济费 一般来说是计入完税价格的 除了什么情况呢 除了购货佣金 购货佣金是给谁的呢 说白了 就给我这个买房 自己派出去的那个人啊 就我买房派了个人 或者派了一个团队 在海外专门负责采购 这帮人本来就是我花钱养着的 对吧 所以这帮人 我给的购货佣金啊 理论上本质上 它像是一个劳务费 像是一个工资啊 听到意思吗 所以他不应该放到完税价格里面去啊 所以是除购货佣金以外的 佣金和经济费 好 第二个有买房负担的与该货物 视为一体的那些容器费用 对吧 跟这个货物融为一体了 没有这个容器 它东西进不来呀 对吧 那这个东西是要进入的 C 有买房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 和包装劳务的费用 对不对 你不包装这个东西也卖不过来 你也买不进来 对不对 包装材料费 然后包装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劳务费要放进去 D 与进口货物的生产 和像专门共国境内销售有关的 有买方以免费或者低于成本的方式 来提供的 对吧 并且可以按照适当的比例 分摊的下列货物 或者服务的一些什么 一些价值 对吧 有买方以免费或者低于成本的方式 在提供 然后按照适当的比例 能够分摊的一些价值 比如说进口货物所包含的材料 部件 零件和类似的货物 在生产进口货物过程中 所使用的工具 使用的工具 模具 类似的货物 对吧 在生产进口货物过程中 所消耗的材料 在境外进行的 为生产进口货物 所需要的一些工程设计呀 技术研发呀 工艺呀 及制图啊 等相关的服务 哪怕是在境外进行的 对吧 在境外进行的那些 好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把它放到 都是应该放到 我们的完税价格里面去的 一 与该货物有关 并作为卖方向我国销售 该货物的一项什么 条件 应当有买方向卖方 或者有关方 直接或间接支付的 退券收费 说白了 你要拿到我这个货物 买我这个货 你就必须得支付一箱 退券收费 有可能这个货买过来之后 他要用 用的话就涉及到 怎么用的问题 他可能还要直接或间接的 支付一个退券收费 那这个本质上 也是我在买这个东西 所发生的费用啊 对吧 也是要记住 完税价格的啊 好 那么卖方直接或间接 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 销售处置或者使用所得中 所获得的一些什么 收益 就卖方你从我后续的 这个销售处置过程中 获得一些收益 哎 这个收益本质上 也是我去获得你这个产品 能够在境内买这个产品 所付出的代价 也是他的一个什么 一个碗水价格啊 好 那么特别要提醒的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就是购货佣金这个概念 跟中介的佣金 跟卖方的佣金要区分 购货佣金是什么 是买方为了购买进口货物 向自己的采购代理人 所支付的那种劳务费用啊 对吧 你相当于给了他劳务费用啊 你养着他 你让他在境外帮你去采购货物啊 他干的就是正事啊 这就是他本职工作 就不需要再计入完税价格了 对吧 但中介佣金 卖方佣金呢 就支付给中介机构的一些劳务费用 支付给卖方代理人的劳务费用 那这些是要计入到完税价格的 搞清楚啊 好 不需要计入完税价格的一些调整项目 这个地方能不能稍微慢一点啊 就哪个地方快了 就是刚才说计入完税价格这个地方是吧 大家可以回看的 没有问题啊 如果稍微快了 你可以再回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不需要计入完税价格的调整项目 我们来看 A 厂房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之后 所发生的建设 安装 装配 维修 或者技术援助的费用 但是呢 保修费用除外 什么意思呢 就接下来这些项目是不需要计入到你的完税价格里边 不会算到你的价格里边去计算缴纳关税的啊 那么哪些不需要 要算进去呢 你像厂房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 我在进口之后又发生的一些 比如说建设呀 安装啊 装配呀 维修啊 或者技术援助的一些费用啊 那这些通通是不需要寄进来的 对吧 因为它是进口之后发生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 哪个地方例外呢 保修费用 什么概念 就保修费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就是说白了 我在一开始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已经约定好了 对吧 比如说五年之内保修十年之内保修 我会有一个保修费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保修费用意味着我在进进买之前 实际上就有约定的 所以这块保修费用是要记录到完税价格的 但是维修费用是不需要记录到完税价格的 说白了维修费用你哪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维修 你哪知道是在两年三年之后会不会发生这样一个维修 又能发生多少钱的维修费用 你是不知道的 听到意思吗 所以我不可能在一开始预期 我不可能把这个维修费用算到完税价格里去 但保修费用在一开始可能就确定了 听到意思吗 搞清楚这个地方的区别 好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进口货物运抵中二民共国境内输入地点 起泄后所发生的运输及其相关的费用和保险费 就运抵我们输入地点起泄之后 说白了我都放下来了 然后我再发生了一些运输啊 相关的费用啊保险费啊 那就不属于你从境外买过来的时候付出的代价了 听到意思吗 所以这个不需要记录完税价格啊 C进口关税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和其他国内税 这毫无疑问啊 你的进口关税怎么能寄进去呢 对吧 进口环节海关的代征税以及其他的国内税 代征税指的就是增值税可能存在的消费税 对吧 其他的国内税肯定不会构成完税价格啊 第一为了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一些费用 出于你的一些特殊的目的 我要复制进口货物 然后支付的一些费用 这也不能够进入到完税价格里面去的啊 一 境内外技术培训及境外的考察费用 我在境内外的一些技术培训 我在境外去考察 我考察了之后考察了很久 我不一定哪次我才会去买你这个东西啊 那这些也不需要进入到完税价格里面去啊 好 F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什么呢 利息费用也不需要进入完税价格啊 不需要进入的 什么样的符合条件的利息费用呢 这个利息费用是买方为购买进口货物而融资所产生的 我为了买这个进口货物融资所发生的啊 有书面的融资协议的 然后利息费用我也单独列明了 做的很规范啊 就纳税义务人可以证明有关的利率啊 不高于在融资当时当地此类交易通常应当具有的利率水平 没有利益输送 对吧 意思吗 没有刻意的利益输送 且没有融资安排的相同或者类似进口货物的价格 跟你这个进口货物的实负应付的价格怎么样 非常接近 不会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个融资安排 就让你的价格差别特别大 有利益输送的空间 没有这个事 大家都差不多 听到意思吗 就说白了 你这个利息费用支出是合情合理合规的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不需要进入到你的这个完税价格里边去啊 同时符合了下列条件的利息费用 不需要进入到完税价格 听到意思吗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好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的运输及相关费用 和保险费具体来说怎么确定 要分不同的情况 哪些情况呢 运保费的确定 我们来看 一般情况下 就是你实际支付 或者说应当支付的那个费用 这是一般情况 那肯定我们要讲二班的特殊情况 对吧 特殊情况我们来看 进口运输工具用自身动力进进的 说白了 你进口了个什么玩意儿 比如说船 他自己用自己的动力进来了 对吧 你进口了一个飞机 他自己都飞过来了 你不用再 不需要再弄个大飞机 把它拉过来吧 没必要嘛 对吧 俄罗斯套飞机不可能 对吧 套环不可能 对吧 套娃啊 没必要啊 就直接人家这个轮船自己开进来了 飞机自己飞进来了 运输工具用自身动力进进的 不再另计运输费及相关费了 就不需要再另计运输费及相关费啊 然后如果你是游递进进的呢 游运进进的 我们怎么来去算你这个运保费呀 就运输费相关费及保险费 直接用你的邮费来计算就行了 对吧 用你的邮费来确认就可以了 然后运费如果无法确定的情况怎么办 就按照同期的正常的运输成本来进行参照 那保险费如果无法确定 或者是没有实际发生这个保险费 但是也应该计 那怎么计呢 就用你的货价加上运费乘以千分之三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定 也会涉及到计算的啊 用你的货价直接加上你的运费乘以千分之三 作为你的保险费就完事了 很简单 好 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运保费的确定 好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什么呢 就是进口货通过海关成交价格 对吧 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货物的这个成交价格 来作为基础进行调整 那么第二个就是海关估价的方法 就进口货物海关估价的方法 在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符合规定条件 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刚才我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就是你能够确定它的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或者是你现在的成交价格 你发现怎么样 它不符合规定条件了 没办法 对吧 要么找不到 要么不符合 那我就没法用第一个办法了 对吧 第一种方法了 我就用第二个方法 就用进口货物让海关出马 海关亲自进行估价 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 并且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之后 依次适用以下方法 注意啊 这里边有一个依次 依次适用以下方法 哪些方法呢 第一个 用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这是第一步 对吧 第一个如果不合适 我们就找第二个 类似的货物成交价格的估价方法 对吧 第二个也不合适 第三个 倒扣价格估价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往倒着算 对吧 就这玩意儿正常应该卖多少钱 倒扣来算 第四个 计算估价方法 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正这算 最后一个 其他合理的估价方法 就一二三四五 一定要注意是一次 对吧 特别要注意这个 顺序是喜欢考大家的 那么具体的内涵 这里边相同货物成交价格的估价方法 是指什么呢 是这海关 以于进口货物同时或大约同时 向中华人民共国境内销售的 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作为基础 对吧 成交价格作为基础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界定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大约同时 大约同时是指海关 接受货物申报之日的大约同时 那么这个大约同时 大概的波动范围是多少呢 最长不应该超过前后四十五天 这个意思吧 就前后的四十五天 作为一个标准 这个也是客观题考过的 喜欢考大家的 对吧 一个小的知识点 要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第三个和第四个 第三个叫倒扣价格法 第四个叫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那么这个三和四啊 纳税人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之后 可以提出申请怎么样 颠倒适用次序 也就是说很多纳税人 他可能比较喜欢的是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而不是倒扣的方法 他更喜欢第四个 但是按照正常的顺序是先三后四 但现在告诉你 只要能够提供相关资料提出申请 就可以颠三倒四 对吧 正常情况下先三后四 但是如果你提出了相关申请 符合相关条件 拿到了资料 你就可以颠三倒四 对吧 颠倒适用次序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一二和五的顺序是不变的 搞清楚这一点 这也是客观题会考大家的 对吧 好 接下来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我们的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肯定是重点啊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呢 也要了解 对吧 也是可以考的 那么它的完税价格的确定呢 就是以成交价格作为基础的完税价格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海关估价了 对吧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作为基础来审查确定 并且应当包括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 一定要注意 是你装载之前所发生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 所谓的运保费 一定要注意是装载前装载后就不算了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是指该货物出口销售时 卖方为出口货物应当向买方直接收取和间接收取的价款总额 对吧 我要向你这个买方啊 直接收取间接收取的价款的这个总额 就是你出口货物的那个成交价格 那么下列税收和费用是不计入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的 要注意 哪些东西不计入呢 第一个出口关税当然不计 对吧 关税肯定不能进去 第二个 在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 一定要注意了 前边能计入的是装载前的 这是装载后的运输及相关费用和保险费 运保费 说白了都装完了 要往外卖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就不应该再计入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了 好 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运保费计入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的相关规定 我们来看 刚才提示的运保费要不要计啊 装载之前 就是起卸装载之前的 一般来说要计入 而起卸装载之后的 往往是不计入的 对吧 不计入的 好 不管你是这个进口的还是出口的 都是这样一个逻辑 对吧 好 那么出口货物的这个完税价格里边的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出口货物海关估价的方法 海关估价的方法怎么来呢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 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 并且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之后 依次以下列价格审定确定 对吧 审查确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依次啊 我们来看 第一 同时或大约同时 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逻辑是一样的 对吧 同时或者是大约同时的啊 第二个同时或大约同时 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的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第一种当然是相同 第二个就是类似 对吧 第三个呢 就是根据境内生产相同 或者类似货物的成本利润和一般费用 包括直接费用 间接费用 境内发生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所计算得到的那个价格 对吧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按照合理方法来固定的 对吧 固定的价格啊 这是我们说的出口货物完税价格 海关估价的话应该考虑的基本逻辑啊 依次 好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关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的计算呢 说白了 就是我去计算你的应纳税额 我有了你前面讲的什么 计税依据了 然后去找到适用的税率 就可以来计算你的税额了 但是在计算的时候要注意啊 关税呢 这里边既有从价的 又有从量的 还有复合的 还有一种特殊从价的 我们待会来看啊 我们来看从价税 说白了 就按照你的价格走的 应税进出口货物的什么数量 乘以你单位完税价格 对吧 前面不就是在讲完税价格吗 对吧 有了完税价格 相当于找到了你的计税依据吗 对吧 用你的数量乘以单位完税价格 直接乘以税率 就得到你的从价税了 很简单 对吧 从量税呢 更简单 就是用你的货物数量 直接乘以单位货物的税额 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复合税呢 就把这两个加起来嘛 就应税进出口货物的数量 乘以单位货物的税额 这是从量的部分 再加上应税货物进出口的数量 乘以单位完税价格 再乘以税率 这是从价的部分 对吧 从量加从价 就是你的负合继税的关税税额 没问题 好 最后一个特殊一点的就是 滑准税 滑准税是一种特殊的从价税 对吧 滑准税怎么来算呢 关税的税额等于应税进口货物的数量 因为它基本上就针对进口的 进口货物的数量 乘以单位完税的价格 对吧 就应税进口货物的数量 乘以你的完税价格 得到你的计税依据 然后乘以滑准税的税率 滑准税的税率 就是这里边滑准税的特殊点 对吧 特殊点在哪里呢 就滑准税是一种 关税的税率 随着货物进口的价 货物的价格 由高至低 而由低至高 设置计争关税的方法 什么意思啊 就说白了 我针对同一种进口货物 它的价格会有波动 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我就把税率定的比较低 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我就把税率定的怎么样 比较高 这样最后算出来的 关税税额就会怎么样 比较稳定 听到意思吗 就有利于国内 拿到进口这种商品 进口的这个价格的稳定性 对吧 这里边的典型代表 适用滑准税的非常非常少 主要就是棉花 对吧 棉花适用滑准税的 你都知道它的基本特点就是 只要你的货物价格高了 我的税率就低一点 这个货物的价格低了 我的税率就高一点 对吧 这样一个反作用之后 我们的税额就会比较稳定 它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应纳税额的计算 那我们来看一个这个题目 20年的一道真题 在以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确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时 下列费用应当计入完税价格的 应当计入 一定要注意啊 看清楚题目 应当计入 有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 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 还真的不需要计注 对吧 因为这是相当于你的这个买房 代理人的一个劳务费用 对吧 B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 单独列明的 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 而支付的费用 前面讲了 这个是不属于记录的 对吧 C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 单独列明的设备进口后 发生的保修费用 我说了保修费用 在一开始实际上就确认了 对吧 我保修多长时间 我有一个保修费用 这个是应该记录的 答案选 C D 然后进口后发生的维修费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维修呢 对吧 会发生多少维修费呢 你哪知道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记住的 正确大家选 C 对吧 20年的真题 好 再来看一下21年的一道真题 单选题 海关采用相同货物成交价格 估价方法时 以于进口货物同时或大约同时 向我国境内销售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为基础审查 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那么其中这个所谓的大约同时 是指海关接受货物申报之日的大约同时 其不应超过的最长期限是多长时间啊 我们刚才讲了前后45天嘛 正确大家选C啊 对吧 特别提示了大家啊 去年刚考的啊 好 来看一下2018年考的一道真题 下列各项税费中应当记录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 你看出口货物完税价格也是考过的啊 应当记录的啊 应当记录不是不应记录 A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之前的保险费要挤啊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之前的运输费要挤 对吧 C 货物的出口关税关税怎么能挤呢 对吧 D 货物中货架中单独列明的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费用 装载之后的不考虑对吧 正确的来选A和B 没问题吧 就这么简单啊 好 第四个考点 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里面两件事 一个是关税的缴纳 第二个是关税的强制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关税的缴纳 进口货物的纳税业务人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近净之日起多少天之内呢 14天之内 这个跟一般的税是不一样的 你发现没有 一般的税都是什么 4月15日之内 对吧 关税这个地方是 你申报近净之日起14天之内 两个周 你就要去申报纳税 出口货物的纳税业务人除海关特准的以外 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之后 装货的多少呢 24小时之前 装货的24小时之前 向货物的进出进地的海关进行申报 海关根据税责归类和完税价格计算应该缴纳的关税和进口环节代征税 并填发税款交款输 你把税交上来就完事了 好 第二个纳税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至起15日内 这个地方跟前边就一致了 也就是说前边这个地方的那个14日啊 一定要搞清楚 是你申报去拿税 你要去向海关申报 对吧 是那个两周 但后边人家把这个海关缴款书给你填发了之后 对吧 自填发了海关缴款书之后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税款把它入库交过去呢 对吧 交到银行呢 跟其他税统是一致的15天之内 对吧 知日起15日内啊 他不是次月 他是知日起15日内 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税款就可以了 注意这个时间点 好 第三个 关税纳税务人因为不可抗力 或者在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 对吧 因依法 经依法提供税款担保之后 可以延期缴纳税款 但是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 那这个方面有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我在入门片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啊 我们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 当时中美之间互相加征关税的 7月6号的当天 曾经发生了一个什么 史上最励志的大豆船 就是北京这边 中国这边响应美国那边嘛 对等反制 在7月6号的12点01分开始 对中国入境的那些商品啊 符合那个目录的 就要加征25%的关税了 当时有一艘从美国开往中国的大豆船 就希望开足马力在12点之前赶到的话 就不用交关税 只要晚了 对不起 就要25%的关税交上去啊 几千万的关税啊 对吧 这谁受得了啊 当然后来我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童话里边的故事啊 都是美好的对吧 但现实是残酷的 他没有赶到 他晚了好几个小时 理论上是要交税的 但是这种就属于什么呢 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给人家铺天盖地 从天而降来了一个三千多万 对吧 四千万的税 你谁受得了啊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允许 稍微晚一点延期 但是呢最长不超过六个月 对吧 半年的时间啊 第二个关税的强制执行 就纳税因为没有在关税缴纳期限内 缴纳税款 就构成了关税的制纳 那么关税制纳之后怎么办呢 我就强制执行了 强制执行的主要有两类 第一个呢是强收关税的制纳金 对吧 征收关税的制纳金 制纳金自关税缴纳期限 对吧 借满之日起 制纳之日起 制纳税诱人缴纳关税之日值来算 按照制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比例 按日征收 这个是常规规定 对吧 就每日加收5% 第二个强制征收 对吧 就在征收制纳金的同时 我强制征收 如果纳税诱人自缴纳税款 期限借满之日起 三个月仍然没有缴纳税款 三个月你都不交 对吧 经直属海关关长 或者其授权的 隶属海关关长的批准 对吧 要经过批准的啊 海关可以采取什么 强制扣缴 对吧 直接给你扣 从银行存款里边扣啊 或者是变价底缴 比如说扣了你某个财产 然后拍卖 对吧 变价底缴 等强制执行的措施 海关的强制执行 要比税务机关要强的多 对吧 海关呢 因为跟地方的关系比较 界限比较轻啊 很少受到那种什么打招呼啊 地方政府的影响 所以执行力要比地方的税务机关 要强的多 很强势的啊 好 最后一个考点 关于传播敦税 就一页PPT 非常简单啊 传播敦税 对什么还是征税啊 对境外境境内的传播征税 入门篇基础篇 我们跟大家讲过的 对吧 从境外境境内的传播 都是要征税的 那这里边呢 我们的税率是有优惠税率 有普通的税率 对吧 优惠税率是针对谁的 一个是针对我们自己国籍的 应税传播 对吧 中国籍的应税传播 那你要从我们这港口过一下 对吧 用一下灯塔 招个名 没问题 自己人 对吧 但是也要征税啊 优惠税率 传籍国或地区跟中国签订了 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 或者协定的应税传播 说白了 跟我们国家关系比较好的那些 老朋友 对吧 那你从我们这过 对吧 借我们这边的灯 没问题 对吧 避避风 可以的 优惠税率 好 接下来普通税率 就其他的应税传播了 我们就普通税率 但是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税收优惠要提醒一下 按照相同净吨位传播税率 50%来征税的是谁呢 就是拖船和非机动舶船 拖船和非机动舶船 这两个玩意儿啊 是可以减半征收的 要注意 应纳税额很好算啊 就是用传播的净吨位 对吧 这个到时候都会给你的啊 就是多少吨位啊 完了之后呢 去找那个税率表 有一个定额税率 按照吨位对应税率 直接成就完事了 对吧 如果碰上了拖船 非机动舶船舶 非机动舶船 直接打个五折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啊 征收机关谁来征 海关来征 就说白了 我们这部分讲的关税 讲的这个传播吨税 都是谁来征的 都是海关帮你征的税 海关征的税就完事了 其他的都是归谁征 都是归税务机关证 是吧 好了 这就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聊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把个税跟大家讲完了 然后对我们的专题六小税种呢 跟大家已经讲了四个税种 承建 烟业税 然后关税 传播断税 我们下一次直播课继续跟大家聊后边的小税种 今天晚上直播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